这有什么难的 那些外海修士们之所以在外海过着刀口舔血的生活 无非是为了多得一些宝物而已 只要赏赐足够丰厚 我相信会有很多修士 愿意帮我们去屠杀妖族的 灵师级以下的修士们的确如此 可灵丹境界的修士们呢 这些人根本不缺什么修炼资源 我们想要征召他们可没那么简单 你仔细想想 星罗海出现这么大的危机 连灵师修士都被我们号召起来共同迎战 那些灵丹修士又怎会甘做缩毒乌归 他们就是出于颜面也会配合我们的 好好好 古宗主想的居然如此周全 当真是有勇有谋 那此事就暂且这么决定下来吧 都没有意义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徒邀大会的最后一项 煞血为盟 我们这里有一名前几天刚刚抓到的妖族间隙 就用他的血来济添吧 喂 醒醒 这里怎么会有主人的气息 果然是如猛 他与陈霄宗受伤的那两名妖族一样 被镇妖剑锁伤 必死不远了 必须要赶紧进去治疗 主 不行 还不清楚主人来此的目的 在场的有多少灵丹境界强者 若是暴露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定会连累到主人 反正我都已经这样了 妖族竟然派这次偷偷潜入我们新罗海内海 脑子当真是太大了 明日我们便杀了这妖族 用他的血来启示 杀杀杀 姜宗主且慢 这名妖族不能杀 你 你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吗 是啊古宗主 你说这妖族不能杀 总得有个原因吧 莫非这妖族有着什么特殊身份 凭什么不能杀 无论这名妖族有着什么特殊身份 在我修正联盟的地盘上 统统不好使 给我杀 古宗主 我们不怕得罪妖族 这名妖族胆敢入侵我新罗海内海 凭这个罪状已经是必死无疑了 大家误会了 这名妖族并没有什么特殊身份 只是一名非常普通的妖族而已 我之所以不让你们杀他 是因为他是我的座下普总 并不是妖族大军那边的人 什么 主 主人 原来如此 古宗主 恐怕你来参加这图妖大会是假 为了就证明妖族他是真吧 你才是人族里最大的叛徒 老夫早就觉得你这死居心不良了 妖族与人族向来水火不容 你能收服林丹境界的妖族为仆族 真当我们全都是傻子吗 哪怕这妖族真的是你的仆族 你也要杀了他 我们新罗海内海 不允许有妖族的存在 我之前就告知过诸位道友 我曾在妖族海域内生活过数年的时间 在那里我见过了浮游二妖 被迫在他们手下做事 也是在那里 我收复了数百余名 妖族修士 助他们突破林丹境界 此妖名为如某 就是其中之一 或许你们对妖族的理解 有些偏差 如某只是妖族最底层的杂役 和那些即将入侵内海的妖族 没有半点关系 甚至也对他们曾经的欺压之行 恨之入骨 看来 古道友今天是铁了心 一定要维护这名妖族了 诸位都是修真联盟的前辈 我们的目的 也是共同抵御妖族入侵 若是诸位不相信 在下也没有任何办法 不过这名妖族 今天我就定了 主人 古人 你再做什么 竟然敢在这里放肆 难得 先看看情况 这 这是 妖丹灵液 你为何会有这东西 诸位道友 这种妖丹灵液 来自于一名妖族王者 妖族 王者 没错 这种妖族 被称之为上古戎族 上古戎族又是 莫非就是传闻之中 肉身不死不灭的强大妖族 我曾经在一次典籍之中看到过 据说上古戎族强者的身体 肌肉磐石 就连灵尊境界的前辈也难以伤其分好 怪不得 怪不得这名妖族能够恢复得如此之快啊 这上古戎族的血脉本身就具有恢复之力 妖族天赋出众且寿源悠久 真叫人忧虑啊 哎 人族与他们相比 真是相差太远了 诸位道友不用太悲观 妖族并没有咱们人类修饰这么团结 他们种族繁多 彼此之间的联系不太紧密 我所去过的妖族海域 也只是部分妖族的聚集地 据我观察 不同种类的妖族甚至都不怎么认识 他们彼此之间都很容易结仇 联合起来对付人族几乎是不可能的 另外 第一阶妖族也会受到高阶妖族的欺压 比如这位如猛 他就沦为过一名杂役 没有高阶妖族在意他的生死 因此他才会投到我的门下 他对那些草菅人命的高阶妖族的仇恨 并不弱于在座诸位 对我人类修士前辈 我家主人所言都是真的 虽然我是一名妖族 但是入侵内海之事 跟我并没有任何关系 古宗主所言有几分道理 只是当前情况特殊 我们对于妖族不得不多一些疑虑 你们怀疑我呢也是正常的 我理解 我们并非完全不信任您 如果我们再发现其他妖族 会先送到这里让您审视的 如此甚好 如此甚好 古宗主 请您老实待在这附近 不要轻举妄斗 不久后会有一些隐士的灵尊前辈到来 届时一切都会明了 隐士前辈 你们要是有灵尊修士坐镇 为何还要如灵大敌一般 对妖族的入侵 如此恐惧 如灵道友 不要随意透露前辈们的消息 诸位道友 莫非还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没有没有 我们对于灵尊前辈们的具体消息 也是一无所知 这些前辈行踪莫测 隐居之地也时常变换 但我们身为修真联盟的掌管者 与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不久前我们曾传信求金光上人出事 古宗主应该对这位前辈有所耳闻吧 早些年有幸见过一次 我们用专门的传讯令牌 每隔一阵子就会将最近发生的重大事件 汇报给他们 但很少得到回应 前些日子我们的人在外海 但知道了凤凰金破的灵力波动 就立即传讯给了金光上人 前辈在收到了这次的传讯之后 马上回应了一道灵力波动 由此我们推测 金光上人就无可能在不久后出事 看这家伙的表情 应该是没有欺骗我 原来如此 是在下多虑了 古宗主没有多想就好 没其他事的话 咱们今日的大会就到此结束 直到下次大会前 大家各自做好该做的准备吧 是一名林尊敬界的强者传信给我 他应该不认识我 但似乎对我有些不满 算了 兵来将挡水来土野 反正以我现在的实力 足够应对林尊敬修士了 官备古云 拜见前辈 你就是古云 我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官备是南越国修士 当年跟随凤鸣家族登上凤岩岛时 有幸见过前辈一年 晚辈当时的修为并不高 所以没有给你留下太真的印象 凤岩岛 凤鸣家族 我想起来了 当年的你 修为也不过临时境界了 现在竟然已经修炼到了林丹境中期 而且你身上 似乎还有一种让我难以看透的强大气息 看来 这几年你的机缘不小了 不过 我在你身上感受到了一丝我修炼的金蛇的气息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金蛇 我在熔火之园时 的确捕捉过一条金蛇 这金蛇 原来是金光上人的 难不成 他一定得知了 我曾去过熔火之园的事 古小友 当我了解你在明月宗的经历时 就已经对你有所猜测了 现在见到你 我更加确信 你应该已经得到凤凰金破了 小友虽然面不改色 但是沉吟这么久 怕是被我给说中了 我听说了 小友背后有着一位林尊道义 不过 依我看来 这位道友要么身受重创 要么寿远即将耗尽 否则 他凭什么会照顾你这个晚辈 他这是在威胁我 想让我交出父皇金破 不过 我想不明白 金光上人为何就确信 这父皇金破 一定在我身上 古小友 我已经给你几分过面了 我知道你的修为不低 日后境界林尊境界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现在的你根本无法落靠 我出手将你面纱 不费吹灰之力 只是老夫不屑于做这种随意屠杀晚辈的事情 所以趁着老夫心情还不错 赶紧把凤凰金破给交出来了 这小子下风了 前辈怎么如此肯定 凤凰金破就一定在我身上 怎么肯定 当初老夫进入融火之园搜寻凤凰金破时 遇到了明月宗的大长老 开始 我以为是他动了老夫的惊蛇 后来 他说是来自追击一名灵狮修士 但是却失手了 老夫便信了他 几十年后 明月宗突然更换宗主 你的经历又如此特殊 老夫在第一时间就想到了 你是否就是那名被追击的灵狮修士 毕竟你如此年轻 却能修炼到这等境界 修为还不弱于任何修真联盟的灵丹修士 若是没有机缘 怎么可能 此人当真是一个心思缜密之人 这么久之前发生了极小细节 仅都能让他一一姑呢 有出准确的推算 不过 我可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奇心 才询问这个问题的 你在干什么 不对 这奇迹很危险 他根本不是在任中问问题 而是想拖延时间 找机会偷袭我 缺取一个灵丹修士也敢与我叫吧 真是自寻死路 可恶 小子 你 神祖 你居然得到了神祖的传承 神祖 你居然得到了神祖的传承 清光上人也知道神祖 而且 看上去他对神祖的了解还不少 古道友 且慢 我无意与你为敌 并且有要事想和你商量 好 说来听听 古道友 是我在下刚才唐突了 没想到 道友竟然得到了神祖的传承 刚才我逼迫道友 叫出凤凰金破 实属得罪 不过道友也重创于我 咱们算是两不相欠 古道友虽然年纪轻轻 但是心胸宽广 日后必成大事 老夫再次先赔罪了 老夫这里有一只灵棒 其中可能蕴含大量的神力 此物就当作老夫的赔罪之礼吧 这是灵珠 这枚灵珠若是拿到外面 所以震害所有的宗门了 古道友 在下对神祖略有了解 这灵棒就取自于一处神力极为浓厚之地 那里还有着无数珍宝 既然道友如此有诚意 那我就确实不公了 果然神力磅礴 多谢激光道友了 哪里哪里 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是怎么知道神祖的 我 我看过一位灵尊巅峰境界前辈的记载 若想突破这方世界 守卫更近一步 必须要借助神祖之力 激光道友 在面对重宝之时 许多人都会做出不恰当的选择 我可以不追究此事 但你必须将你所知道的全部事情告诉我 如此一来我才会考虑与你合作 若你再有隐瞒 那就休怪在下无情了 我道友放心 我定然极为诚心地想要与你合作 而且我还有两位灵尊境界的道友即将出关 到时咱们四人可以一起去探索神祖隐秘 还有两人 整个星罗海中有谁能够抵挡三明灵尊强者 如果他们三人联手岂不是对狐狸 你说的挺好 可我凭什么相信你 古道友是怕我们联合起来针对你吧 等你听我说完 你就放心了 古道友虽然已修炼成神祖 但或许对这个世界还值之甚少 数万年来 人类修士们一直想要突破这方世界 只可惜有一种特殊的禁锢 让我们始终无法离开 古道友 你知道那禁锢是什么吗 请金光道友赐教 就是神祖 不知古道友在外海时 有没有听说过神月前辈 神月前辈是数万年来 人类修士中的境界最高者 他已经修炼到了灵尊境界后期巅峰 甚至只差一步 便可迈入传说中的化神境界 然而即便是他 也无法破开虚空 离开这方世界 神月前辈 话说我还针对他有些许了解 我曾去过他的神月洞府 是吗 古道友你去过神月洞府 你在神月洞府里发现了什么 那里是否有神月前辈的遗物 你 你先冷静一下 神月洞府虽然名为洞府 其实只是一方巨大的空间 连妖族对这空间也不是特别的了解 只是派了很多低阶小妖 驻守在那里 根据典籍记载 神月前辈 似乎已经找到了 离开这方世界的办法 然后便在妖族海域中 创建了神月洞府 不过这些都只是传闻 我了解的也不多 依我来看 神月前辈应该与妖族颇有渊源 如今 妖族准备大举入侵新罗海 不知金光道友 是否是为此事而来的 哦 那些新罗海修士的死活 与你我有什么关系吗 啊 竟然名言不在乎这些人的死活 若是被修正联盟的人听到 也不知道会做何感想 古道友 说起妖族入侵之事 你是否知道黑海 黑海之中宝物丰富 跟万海其他地方有很大的区别 在那里却有一处神族的遗迹 我方才赠给道友的聚棒 也是从那里得到的 黑海岛 我曾去过几次 金光道友突然说起这个事 我猜想妖族的目的很有可能就是黑海岛 他们妄图以攻击人类修士为噱头 将外海修士们驱逐回内海 让我们人类修士形成对攻之事 他们就可以在黑海安心搜寻神族的踪迹了 黑海岛的神族遗迹 不好 我突然想起来 曾经在那里见到过另外一名 得到神族传承 叫做无尽的修士 另外一名得到神族传承的修士 他也有古道友这般境界的修为 他现在在哪 他已经陨落在了神族遗迹中 身外化身落到了妖族手里 妖族海域之中强者无数 一旦他们用搜魂之术 搜寻无尽的记忆 发现我也得到了神族传承 那危险就大了 我现在虽然可以堪比领尊修士 但在很多方面还是有所欠缺 与这些领尊修士合作 很有可能会世界灵人 我明白金光道友的想法了 不过在下虽然对这方世界的隐秘 有些兴趣 以我目前的修为还不及于这一事 古道友还是信不过我吗 我可是有着很大的诚意的 不知道有没有见过此物 此乃神月前辈所炼制的空间法宝 等同于储物带一般 但其特殊之处在于我等修士也可以进入其中 妖族入侵势不可挡 外海将被夺取 黑海也会成为他们的领地 如果我们错过了这次机会 再将进入黑海搜寻神族的秘密 就来不及了 金光道友 你是临时决定让我加入的吗 是 我的确是临时起义 古道友已经修炼成了神体 再加上我们三人的力量 进入黑海一定会大有收获 好好考虑一下吧 这对你来说没有任何坏处啊 现在去就安全吗 你就这么有把握 内海出现过一些漩涡阵法的事情 你知道吗 通过这些漩涡阵法 在使用我所掌握的秘法 可以直接安全地到达黑海 有这么神奇吗 不错 我们提前抵达黑海 然后在妖族控制黑海之前 尽快探明黑海岛的隐秘就行了 古道友 我相信此情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而且 我还可以将这则真神法门传授给你 以后你可以用它到达无数个地方 这个法门对我来说 修获力确实很大 之所以不想再去黑海 一是考虑到我刚修炼成神体 探寻神作隐秘的意义不大 另外则是担心 妖族现在已经到达了黑海岛 可金光上人都这么说了 好吧 我答应你 太好了 我们这就出发 是灵尊境界前辈的信息 他们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快 所有修真恋魔的修士 立刻随我前往迎接灵尊前辈到来 我的两位道友来了 古道友 这两位道友分别是云启上人和顾小如居士 跟我都是顾桥 云启 小如 这位便是我跟你们说起过的古云 古道友了 好强的气息 这位古小友当真是年少有为啊 不错不错 如此年轻就能有灵丹中气的修为 若小友能够与我们一同探寻神族之地 我愿意再拿出一些宝物来赠予小友 看得出来 这两人只是把我当作一个值得提携的小辈而已 这可不是好迹象 天辈 我怎么感觉自己像个跟班似的 突然又不太想去了呢 别别别 别呀 你俩怎么回事 古道友之前根本就不想去神族之地 在我的苦心劝说下才肯答应 你们现在有这般态度 什么 三位灵尊前辈急急降落作 这盛况几千年没出现过了 若是能够得到一些灵尊强制的提点 这家伙怎么也来了 看什么看 什么情况 古云和三位灵尊前辈坐在一起 竟没有丝毫切场 这古云真是年少无知 怎么连最基本的礼数都不知道 遇到三位前辈是多好的机会 他居然是这样的态 我 我是眼花了吗 这古云究竟是什么来历 竟能让灵尊强制如此恭敬地对他行礼 刚才我有些轻视古道友 还请古道友不要见怪 你们来之前 我跟古道友聊了很长的时间 古道友肯定不是那把小气的人 他知道你们两位道友身居高位 还常年闭关 有些傲气是很正常的 旁边那几个修士你还记得吧 听说前阵子古道友还跟他们一起商议过抵抗妖族之事 那个叫独灵的晚辈对你可是十分的不满呢 你们几个过来一下 是 晚辈独灵拜见几位前辈 别废话了 老夫知道你们几个叫什么 说吧 来这里有什么事情 禀 禀前辈 我们修真联盟已经开始着手抵抑妖族入侵之事 想必前辈们对此也有诸多了解 够了 闭嘴吧 此事你们自行处理就行 不必跟我汇报 古道友 听说你之前还与这群人废话半天 瞧他们唯唯诺诺的样子啊 何必再陪他们浪费时间呢 古道友 这位灵尊前辈竟然称过古云为道友 什么情况 难道古云在我们面前紧藏了自己的真正修为 那我先前对他那般态度 罢了罢了 赶紧让他们回去吧 既然古道友都这么说了 独灵你可知错 晚辈知错晚辈知错晚辈不该在背后议论前辈 给我记住了 倘若我们三人不在 古道友便是这新罗海之主 你们若是再敢有任何违背 我等绝对不会轻饶 是 是 你们快退下吧 是 晚辈告辞 古道友 组队的事情你决定好了吧 没问题 我愿意与你们一同前去 很好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 一起坐我的非洲过去吧 对了古道友 这便是漩涡阵法的使用法门 我相信古道友应该比我更容易看懂 时间紧迫 大家边走边看吧 古道友 这里便是一处漩涡阵法 从这里 我们可以直接通向神族的隐藏之地 诸位道友 我们立刻出发吧 这阵法维持不了多久 不抓紧进去 可就赶不上了 古道友请看 那里便是我所说过的神族之地入口 你看到那个发着紫光的阵法符文了吗 这没是神族之地的最后一道防护 只要再通过这处阵法符文 咱们就能到达真正的神族之地 这是 好强烈的神力 想不到 只是处在这入口之处 就能见到这般壮观的光景 这么多神力就放在这里 可太浪费了 抓紧趁这个机会 吸收一些吧 得到多少都是赚 什么情况 难道是 小妖 当心 就这么几个小妖 还想伤我古道友 痴心妄想 这是怎么回事 为何会突然出现这么多的凶兽 我们上次来的时候 可是风平落井了呀 我猜这些凶兽的出现 应该是与古道友有关吧 古道友是神体 刚才在符文那里吸收了不少神力 或许这些妖兽正是为此而来 难道几位道友之前来的时候 没有遇上什么凶兽攻击你们吗 是啊 只有零零散散的几只 对我们也并没有什么兴趣 因为我们没有吸收这里的神力吧 我们还是尽快找到自己所需的隐秘 让古道友解答吧 此处不能耽搁太长的时间 否则再有更加强大的凶兽出现 我们就抵挡不了了 咱们若是同行的话 恐怕行都会受到阻碍 怎么回事 这些凶兽竟然完全由神力所构成 而且由我亲手击杀的凶兽 会化为神力原型 并被我所吸收 既然如此的话 要不这样吧 诸位道友先去搜寻自己的隐秘 等到我将这些凶兽全部消灭之后 再与你们会合 一一解答大家的困惑 这个提议不错 既然如此 这里就暂时拜托古道友了 我们几个先走吧 古道友 多加小心啊 好了 接下来便是尽情吸收神力的时间了 附近的凶兽全都消灭干净了 好吧 古道友 正好我有一处疑问 想请你解答一下 前辈不用这么客气 本来这就是我答应好的事情 也正是我来此的目的 不是吗 古道友爽快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我之前击杀了一头凶兽 但是 他并没有立刻消散于无形 我感觉他有些特别 刻意带来给古道友看看 哦 居然还活着 看来那果真有些不一般 出来了 这是 妖丹 这只凶兽身上居然有着这种宝贝 的确是一枚妖丹 而且 不同于普通的妖丹 它蕴含了非常浓厚的神力 看来 前辈找到的这只凶兽身上 还隐藏着什么秘密 这股神力在普通妖兽身上 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可以肯定的是 这头凶兽 发生了某种变化 金光道友 你来找我 应该不仅仅是为了这只凶兽吧 古道友当真是神机妙算 这只凶兽 只是我顺手带给道友看看的 我还想要带道友 去另外一个奇妙的地方 古道友 就是这里了 这个神力之眼 在不时地涌出神力 我想请教一下古道友 我能否借助这些神力来修炼 这 恐怕有些困难 若是没有得到神族传承 很难将这么富裕的神力 给吸收 这古神力 在试图倾降我的丹田 游戏 绝对不能让这些东西得逞 游戏 难道此处 有着更加强大的神族存在 并且已经发现了我的到来 金光道友 我们何时才能离开此地 古道友 你为何突然有这种想法 要想离开此地 至少等到十日之后才行 十日啊 好吧 期间 我就待在平台那里等你们 那里相对会安全一些 你还有什么事情 就趁这段时间 赶紧处理一下吧 古道友 我们终于等到你回来了 两位在这里 等了多长时间了 是有什么事情 需要我协助吗 是的 我们二人找到一处 比较奇异的地方 想请古道友帮我们看一看 好 那就请两位 在前面带路吧 这是 神力波动 而且这些神力 似乎跟方才轻视我的神力 有些类似 古道友 请看那边 那里有一处十分特殊的神力宫殿 这 我们已经进去过了 没什么危险 古道友 请吧 好强大的神力 越往临走 感觉就越明显 你们社圈将我引入此地 究竟是为了什么 怪不得你能得到神族的传承 头脑果然非常聪慧 你是谁 我是谁并不重要 你只去知道 我对你并没有敌意 古云逍遥 你没让我失望 终于还是得到了神族传承 我们来做个交易吧 若你真有诚意与我合作 就要献出真身来 否则 让我怎么相信你 若是能够献出真身在你面前 我又何必费这么大力气 将你引来此地 直接把你抓回来 不就行了 古小友 别这么紧张啊 你以为你现在 就是一名真正神族了吗 你不过是堪堪修炼出了 神体的雏形而已 神族的真正力量 远比你想象的要强大得多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要修裂数万年 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神族 说说吧 你到底想要与我合作些什么 很简单 我只需要你为我收集 并带回来一种特殊的神力 什么神力 和你身上的那股神力 一模一样的 金元古神之力 什么 和我身上一样的 金元古神之力 没错 只要古小友为我带来 大量的此种神力 咱们的交易便算是完成了 到时候 我会传授给你一种 吸纳神力的特殊法门 让你提升修为的速度 大大增加 那样的话 很快你就可以掌握 神族真正的力量了 古小友 你带着这件宝物 只要有那种神力出现 便将其吸纳 收集到其中 对 就是这样 小友果然悟性非凡 这个玉盒到底是什么来历 竟能吸收 我是否出的神力 这种金元古神之力 自我非常特殊 对那神秘人 有着某种用途 我又真帮他完成了任务 说不定 他连我身上的这点神力 也不会了 古小友 只要你拿好这玉盒 方圆时长范围的迷雾 也会减弱很多 对你的顿行有很大的帮助 哦 我明白了 既然如此 那我就先行一步了 告辞 开玩笑 想我再回到这鬼殿中 我是傻的吗 反正时候就能离开这里了 若是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古道友 等等我们 不好意思啊 我们两人也会跟随你同行 让我帮忙 还要派你们两个来监督我 古道友请见谅 我们两人也不是故意烦扰你的 都是前辈的嘱托 实在是没有别的选择 有本事 你们就自己跟上来吧 古道友 这处神力之眼内 好像就有那个人 想要的晶元古神之力 洗手一下试试吧 有意思 正好我想要看看 这神力之眼 若是遇到凶兽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这神力之眼 果然十分奇特 其中的神力 居然还会吞噬妖兽 再试探一下 看看能不能 全都吸进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神力之眼刚刚还是有反应的 怎么现在 一点动静都没有了 走近一点看看吧 什么 我一接近 玉盒又开始吸收神力了 难道 要完成吸收 必须得让我和这玉盒 离得很近 难怪那人 一定要我来完成这任务 真是太古怪了 古道友 你终于回来了 我们已经在此等候你多时了 传送阵法不久就会打开 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 好 阵法一开启 咱们就走 等等 古道友应该要按照约定 先去拜见那位前辈吧 难道你想就这么离开吗 前辈 什么前辈 拜不拜法那家伙 是我的事情 与你们有何干系 倘若你们二人对我有意见 倒可放马过来 不过就凭你们两个实力 恐怕不是我的对手 古云 就算你的修为很高 又能高过那位前辈吗 既然你不听从那位前辈之言 就休惯我们二人无礼了 旧 旧位道友 切莫伤了何气啊 我们本是一起来此的 你们究竟是为了何事 在纷争啊 你们两个别再浪费口舌了 我是绝对不会跟你们回去的 既然古小有执迷不悟 那就休怪我们不客气了 鱼琪 小如 你们疯了吗 不自量力 你的修为难道已经超过了灵尊境界 这 云青和小如的实力 已经是人类修饰中的佼佼者了 普通人类修饰和神族之间 居然有着如此之大的差距 古道友 等等我 古云道友 你就这么走了的话 前辈不会放过我们的 这东西还给你们 里面已经收集了一些神力了 多谢古道友 多谢古道友救命之恩呢 发生了什么 这愈合为何又自己飞走了 什么 古道友 不 云青 你们失败了 准备接受惩罚吧 不不 前辈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我们一定 啊 顾道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云青道友 和顾道友 是被人给胁迫了吗 我也不清楚具体的原因 不过既然咱们已经出来了 这些事情 不考虑也罢 眼下最重要的是 早点离开此地 这不是古道友 你放他抛出去的玉盒吗 他怎么跟着咱们过来了 真是阴魂不散 金光道友 这件事情极其复杂 我劝你 还是别掺和进来为好 好吧 既然此处事情一了 我还有一些杂事要处理 就先告辞了 古道友 这是我炼制的传星令牌 你以后若是有需要我的地方 便可驱动此令牌 找到我的踪迹 刀友再见 多保重 这个玉盒 罢了 先输入到混沌空间里吧 不小友 换我何事 这 这是什么地方 灵力居然如此浓厚 还有这么多的珍宝 看 这珊瑚恐怕已经生长了五六千年之久 灵力极为充裕 这里还有一只深海巨蚌 少说也得有三千年了 这里就是黑海领域 前辈随我上去看看就知道了 这里真的是黑海啊 我已经有数千年没有来过这里了 我们接下来去什么地方 先去黑海岛上看看吧 我这里有一个奇怪的玉盒 不得搞清楚 它究竟有着什么特殊之处 这玉盒之处 果然有苦怪 幸亏我早有准备 将它放入到混沌空间内 小友既然有心情来研究这玉盒 想必已经离开神族之地了吧 这里是什么地方 看起来并不像黑海周围的岛屿啊 你是什么人 居然藏在这玉盒之中 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我是什么人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算是什么东西了 小友 你也太偷懒了 我让你帮我搜寻那种特殊的神力 你就只收集到了这么一点 而且你还打算直接逃离神族之地 幸亏我早有准备 否则还真让你小子给溜了 想知道我是谁 我的名号很多 不过最常用的一个嘛 是为神月老人 不知小友有没有听过 什么 神月老人 神月老人不是已经作画了吗 怎么又会出现在这里 是为神月老人 不知小友有没有听过 什么 神月老人 神月老人不是已经作画了吗 怎么又会出现在这里 老夫的确是已经作画了 不然 怎么会以这种破碎的状态存在着 这么久以来 我一直隐藏在那玉盒州 期待着有人将我从那神族之地中带出来 你若想离开 谁能拦住你 允许圣人他们不能将你带出来吗 而且还会对你唯命是从 小友有所不知 他们虽然听命于我 但是并没有修炼出神体 我跟随他们会被阵法阻挡 只有在小友的身旁受到神力庇佑 我才能安然离开 如此 以多谢小友带我离开了 作为报答 我可以回答小友一个问题 感觉他不像是在说谎 你能告诉我 神月洞府内 那巨大的漩涡究竟是何物吗 背后隐藏着的强大存在又是什么 那巨大的漩涡 其实是一个神族阵法 通过这阵法可以到达任何地方 至于背后所隐藏的 是神族中的一名神王 神王 不错 他虽已陨落 但是并没有彻底死去 而是陷入到了一种长久的沉睡床 若他有朝一日醒来 那将会是一场毁天灭地的灾难 我要做的就是 在这位强大的神王苏醒前 离开这封世界 只有这样才有机会存活下来 古元 你知道吗 我曾经只差最后一步 就离开这个该死的神域世界了 那日 我即将破开虚空 可惜就在最后关头 一名强大的无闻神祖突然出现 发出一道神念将我重创 我也就此作画 都管那个该死的家伙 让我失去了一切 还好在我鼎盛时期 留下了大量的残魂 即便本体死后 也可以依靠这些残魂狗活 甚至重塑肉身 不过 我根本没有必要重新开始 你的肉身就是我最完美的选择 不仅修炼成了神体 甚至还有凤凰精霍如何 当真是绝世罕见的宝贝 哈哈哈 孔小友 跟你讲了这么多 现在 你可以将肉身放心交给我了 闭闭的家伙 你这是用的什么血术 既然妄图夺取我的肉身 你以为我会留在这里 坐以待毙吗 邪术 老夫在神族之地装研多年 掌握此神力烈花之法 为自己所用 如果你妄图逃脱 我只需轻轻打出一道神力 便可将你囚禁在此 不信的话 你大可以试试 他竟然参透了如此特殊的神力修炼之法 而且 这特殊的力量 更可能就来源于 那名极其强大的神王 必须得想办法破局 别想了 以你现在的修为 根本无法逃脱我的掌控 你别看我试试法局很慢 我是为了一次性成功 不想伤了你这具肉身 你若是还想逃脱的 我建议让你多吃点苦头 我并非不能逃脱 我只是想与前辈合作 毒舍之士有为天道 前辈做出这种事情来 不怕日后生出心魔吗 我可以与前辈合作 为你寻找神族传承 以前辈的力量 凝聚神体是很轻松的事情 到时我们联手破开虚空 岂不是更容易些 古云 你也太天真了 我面前有着一具这么好的肉身 又何必去选择再次修炼神体呢 你以为一切都是以神族为尊吗 你错了 我们人类的肉体 才是天地灵力的集合 只有人类修饰 才不可泄调 神族的修为与其血脉相通 你为我去找一个低级神族的传承 就想打发我 简直是在做梦 乖乖接受你的命运吧 看来谈判彻底失败了 古小友不必害怕 这夺赦很快的 不会有任何痛苦 我早年曾经囚禁了一只大妖 你约上古戎族 日日夜夜 受到无尽的痛苦折磨 小友若是不想跟他一样 那就老实地待着 否则 修官老夫心狠手辣 上古戎族 原来是你干的呀 那个上古戎族的大妖 已经被我给放走了 什么 你居然发现了那处密室 算了 不重要了 你的这具肉身 快就要落到老夫手中了 究竟是谁给你的自信 真的 这怎么可能 这可是极强的神力阵法 任何人都无法逃脱的呀 风宝之灵 古月 你是怎么得到风宝之灵的 去 我的神力 我的神力呢 你对我做了些什么 稀动什么 我不过夺走你一些神力而已 而你在不久之前 还想夺走我的肉身呢 神月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杀你 反而留你一次神魂吗 小子 你是想得到我的秘密吧 这世上知道这些隐秘的人 绝不会有第二个 妄想从我口中套出这些隐秘 休想 不错 我的确是想得到这些秘密 你忘了吗 我之前曾跟你说过 要与你合作 现在 我的想法也没有改变 合作 合作 好 古小友若是能够与我合作 我可以考虑与你分享一些隐秘 哼 脸变得比翻书都快了 那你先告诉我 神族之地到底是什么 神族之地 其实就是古神神力散发的一处地方 有的地方是神族陨落之地 有的地方则是神族沉睡之地 神族之地除了神族隐秘之外 还会出现一些人类遗留下来的痕迹和宝物 那么你构建神月洞府的目的是什么 你与妖族又达成了何种协议 既然古小友曾经记录过神月洞府 那么老夫也不隐瞒什么了 当年 我曾试图探寻那强大的神族隐秘 便与妖族强者达成协议 共同修解神月洞府 实际上 神月洞府的雏形早已存在 只是我们加以改造 起了这个名字而已 古小友 我说了这么多 你能否回答我一个问题 现在的神月洞府是什么模样 风暴之连又为何会落入你的手中 古小友 我说了这么多 你能否回答我一个问题 现在的神月洞府是什么模样 风暴之连又为何会落入你的手中 我在神月洞府之内待了近千年 其中死去的灵丹镜以上的修士 无计其数 可无论是谁 都没有彻底收服风暴之灵 甚至都没探明风暴之灵的隐秘 我可以告诉你 风暴之灵已经被我所掌控 巨型漩涡阵法也被激活 此刻的神月洞府 已经彻底的改变 什么 你竟然完全收服了风暴之灵 那恭喜小友了 有了这风暴之灵 古小友可以先控制住浮游二妖 只要能将他们控制住 你便可以掌控大半个妖族 到时候整个星罗海 都是你的囊中之物 小友可能还不了解浮游二妖的真正潜力 这二妖若是成年后 会融合为大妖浮游 足以号令整个妖族 而且单凭浮游之力 就可以破开虚空 离开这方世界 到时他便是这世上最强大的生灵 可以毁掉所有人类修士 那神王不知还要沉睡多久 甚至可能在你寿院耗尽之前 都不会苏醒 但这浮游二妖几万年内 便可成长起来 这浮游二妖成长到成年之后 恐怕真有神月老人 所觉得那么强大 的确的地方 他们肯定是以为 我在神月洞府内 发现了什么隐秘 所以才会追踪我 这次进攻星罗海 说不定也与此事有关 多谢 女儿 你要干什么 赶紧放了我 放心 我以后有事 还会来询问你的 等我修炼到灵尊境界后 自会帮你搜寻 神族传承的下落 并放了出去 接下来去哪儿 黑海岛主岛吧 看看能不能过去解个漏 无尽与他的身外化身已死 但他在黑海岛上 经营了这么多年 有着偌大的店铺 不可能就这么消失了 说不定在他的收藏中 有着不少神族宝物 好嘞 这事就交给我吧 这么多年过去 黑海岛上的店铺 变化似乎不是很大吗 顾小友 你所说的店铺 是否就是这家 先去看看吧 这么多人 或许有什么宝物呢 咯 就前辈 今天我们店铺并不营业 不营业还这么多人 难道 是在举行拍卖会 我就是来参加拍卖会的 前辈请留步 你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 区区一个低阶修士 也敢跟我如此说话 老子今天就要进去看看 你若是再阻拦 就先把你给杀了 把握的情况就是这样 此物非常难得 特别是近来 谣传妖族入侵之事 倘若此事为真 此物绝对有保命的功效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月华初所吐出的黏膜 就与此棺的作用差不多 一旦藏到这棺材中 便可隐匿自身气息 的确是一件可以保命的宝物 五千零食 这件宝物我要了 诸位给我一个面子 五千零食 这件宝物我要了 诸位给我一个面子 在下对这件宝物 也很感兴趣 而且这种级别的宝物 区区五千零食 怎么可能买得着呢 我出七千零食 道友莫非连这个面子 都不给我林某人 我林某人想要的东西 还没有得不到呢 林道友 我们这里的东西 都是价高者得 你若是想要 可以出更高的价格 若是你再威胁其他道友 休怪在下 叫你逐出拍卖会了 东西我要定了 钱我不会再多出一份 既然如此 那么这拍卖会 不再欢迎道友参加 请道友赶紧离开吧 赶我走 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 竟然还赶我走 若是吴静在此 我也许还会有些惧怕 现在吴静已死 你凭什么赶我走 虽然吴前辈消失多年 但我相信 他肯定没有作画 哪怕吴前辈不在 此地也不是你 可以肆意妄为的地方 最后劝你一次 现在立即离开这里 我还可以当做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否则 我今日必将你诛杀于此 你 前辈 就是这两人私闯进来 古云 你竟然还敢来这里 宋丁文 宋前辈说 他是古云 听闻吴前辈 曾高架学赏捉拿古云 这家伙 竟然会自己找上门 快把他给抓住 他就是吴前辈 一直想要找到古云 若是能抓住他 或许 可以找到吴前辈的下落 你就是宋丁文 你 你要干什么 宋前辈 可恶 把他杀了他 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来参加盼卖会而已 我们不过是灵师境界的修士 前辈饶过我们吧 太恐怖了 这只猴子究竟是何等强大的修为 对付这群灵丹修士 如同那次一只只蚂蚁 罢了 让不相干的人走吧 赶紧跪 多谢前辈 多谢前辈 看不到我 看不到我 你方才不是很嚣张吗 现在怎么要灰溜溜地逃走了 前辈饶命 刚才是我狗眼不识泰山 我愿意拿出我所有的宝窝 送给前辈 你以为老子稀罕你的东西 慢着 且留他一命吧 或许日后有些用处 多谢前辈 多谢前辈饶命 在下临清安 是黑海岛修士 在此地生活多年 前辈若是想要知道什么信息 晚辈一定竭尽全力 帮前辈解答疑惑 算你是食物 等需要的时候 我自然会找你 果然不出我所料 此物是由岳华初的同族炼制而成的 而且这灵关更加坚韧 可以长久使用 古道友 这应该是今日拍卖的宝物 你看看有什么需求之物 这拍卖的东西中 果然有不少宝物 竟然还有一枚超级花灵丹 这是 又一块神月洞府的牌匾 何人胆敢在此闹事 何人胆敢在此闹事 说你是什么人 此人是不是古云 你们有没有想起多年之前 我们曾经追杀过他 竟是此人 我记得当年我还是一名灵师秀士呢 他的模样似乎没什么变化 的确是古云 我想起来了 我这里还有他的画像 古小友 就是这群人当年胆敢追杀你 若是当年放我出来 他们早就死干净了 诸位道友 这个古云 可是当年吴前辈想要寻找的人 我们若是杀死他 或许可以找到打开吴前辈洞府的方法 古云 吴前辈现在身在何处 你又为何会来这里 别跟他废话了 先废了他的修为 然后施展搜魂术 一切不就了如指掌了 真是不知死活 古道友 让我将他们尽数杀死吧 不必 我有些事情想要了解一下 你们几个 好好回答我的问题 谁了解得多 便可以活下来 好大的口气 竟然要把我们全部杀死 真把自己当成是无尽一样的实力吗 有本事你就来试试看呀 这狗威呀 你 你怎么会有这种实力啊 别说废话了 你们之中只有一个人能够活下来 谁回答的问题最多 我就给谁活命的机会 我说我说 前辈您为什么 我都能回答 我跟随吴近多年 他的一切隐秘 我都知道 前辈 我之前是无尽的贴身仆总 我什么都愿意告诉你 而且 我这里还有拍卖会宝库的开启之法 宝库 不错 这宝库之内 还有不少宝物 前辈虽然些微高深 但其中 肯定还有前辈能看中的东西 金道友 你跟随他 去把那些宝物都取来 好嘞 老实点 把所有的宝物都拿出来 不要妄图逃走 否则老夫立刻杀了你 好好好 前辈您轻点 前辈 其实当年追杀你那件事情 都是吴近他一个人做的决定 我们只是奉命行事而已啊 少废话 我想要听到些有用的消息 吴近的洞府在何处 如何开启 前辈 我知道吴近的洞府所在 那里距离此处不远 我可以带你前去 好 那么 关于神月洞府牌匾 谁又有所了解 前辈 我知道此物 此物 乃是神月老人 遗留下来的宝物 据说是 开启神月洞府的秘词 这些道听途说之事 我不想听 我只需要知道 确切的信息 这 和神月老人有关的东西 实在是太过诡异莫测了 以我们的见闻 的确给不出太准确的信息 前辈 我对着神月洞府的牌匾 略有了解 我保证所说的都是真话 只要你别再为难这群弟子 说吧 只要这些消息 是你亲眼所见 亲耳所闻的 我都不会怪罪你 若是让我满意 我保你们所有人 性命无忧 我看前辈 似乎对神月牌匾 很感兴趣 但此物 其实并不是那么珍贵 而且价格 也不算特别高 若是此物真的价值连城 无情为何不自己留下来 反而要拿出来 在这拍卖会上拍卖呢 不瞒前辈 我在这店铺工作多年 已经有不下 十个神月洞府的牌匾 被售出去了 即使是现在 宝库里也还存着不少 你说什么 晚辈所言 绝对千真万确 而且除了在黑海岛 拍卖的这些 神月洞府牌匾之外 其他岛屿上 也曾有神月洞府牌匾出售过 那无尽身上 这么多的神月洞府牌匾 又是从何而来的 若是他四处搜集来的 又为何要再次瘦出去 难道 无尽与神月老人相识 若真是如此 神月老人除了 神月洞府的牌匾之外 恐怕还有其他的后手 让我进去查探一番吧 哦 看来通过每一块牌匾 所能进入的空间 都多多少少有些不同 小友 你我真是有缘 没想到 你居然能找到这里来 一个新的残魂 看他的样子 似乎并不认识我 难道神月老人的残魂之间 并不共享记忆 前辈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咱们应该没有见过面吧 哦 可是小友身上的气息 令我非常熟悉 我们应该是在某处见过 而且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小友是已经得到了神族传承吧 我的猜测没有错 这两个残魂分别存在于两个独立的派遍空间内 而且两者之间并不是联通的 前辈 你是怎么看出我身上的神族传承的 小友知道我是谁吧 我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只要你听我之命 我将有一个大造化送给你 老夫的灵力不足以支撑太久 我这道残魂马上就要陷入沉睡了 等下次苏醒时 希望能与小友再相见 真的搞不懂 这神月老人在打什么鬼算盘 顾小友 宝库之中所有的宝物我都取来了 给 看看有没有能用的 啊 里面竟然还有神月洞府的台面 而且不止一个 足足有十个之多 古道友 你也看到了 这家店铺似乎有些蹊跷 我觉得这群人未必会说真话 不如让我全部吞掉他们的魂魄 必定可以帮你查个水落石出 呃 前辈饶命啊 我等绝对没有欺瞒之心 您就放过我们吧 等等 我知道一件事情 前辈一定会感兴趣的 哦 是吗 说说看吧 若是你敢胡言乱语 匡辩于我 你是知道后果的 前辈 这个隐秘十分重要 我希望能跟前辈单独说 不要被其他人听到 嗯 来吧 现在你只要把你所要说的话 在心中想一想 我便可以听到了 好的前辈 晚辈名叫何俊逸 我所要说的这个隐秘 绝对千真万确 晚辈说出这个隐秘 只求能够活命 放心吧 我并不是什么试杀之人 刚才那些话 都是吓唬你们的 只要你的信息为真 我肯定会放你走 若是特别有用 我还会赏赐给你一些雨泽丹 雨泽丹 多谢前辈 其实在下来到黑海岛之前 曾是六道宗的一名修士 当年我在六道宗的时候 曾发现六道宗的领导之内 有个特殊的洞府 而这洞府 竟是神愿老人曾经定居过的地方 此言当真 我在六道宗待过的时间也不短 可有关于神愿老人的消息 却从未听说过 绝对当真 绝对当真 在六道宗内 有一座灵力最为充裕的岛屿 是灵丹修士们的定居修炼之所 这座岛屿被称之为领导 那个洞府就在领导之内隐藏着 此洞府算是半开启的状态 当年我在六道宗修炼的时候 曾经碰巧进入过其中一次 只是待了没多久就出来了 怎么样前辈 晚辈可以带前辈 前往这个洞府一探究竟 你怎么确定这洞府 就是神愿老人的 毕前辈 因为洞府内有很多他的画像 不过大部分宝物都被修士们瓜分了 晚辈也抢到了一柄飞剑 你是说这洞府内有用的东西 全都被人给搬空了 前辈息怒 我绝不会拿一个空洞府来骗前辈 其实这洞府内还有一间密室 密室门口的阵法非常强大 普通修士根本破不开 但以前辈的实力 完全可以轻易将其开启 里面肯定还有着不少神月前辈的宝物 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消息 看来要往六道宗跑一趟了 等会儿你跟我一同前往六道宗 探探这洞府隐秘 若此事当真 我会重赏于你 好的前辈 这是之前答应给你的宇泽丹 多谢前辈 多谢前辈 前辈果真是说到做到之人 这么快就兑现了承诺的奖励 前辈 我也有隐秘要告诉你 让我先说 保证前辈会赶进去 先带我去无尽的洞府看看吧 凌鸭修尸了 前辈 请随我们来 前辈 这里便是无尽的修炼之所 不过连第一道阵法我们也无法开启 不 此处并不是真正的无尽修炼之地 什么 此处若不是 那真正的无尽修炼之所 会在哪里啊 在那 不 居然 是个隐蔽阵法 走吧 进去看看 诶 又是一块神月洞府排便 这是 开 居然是一张标注了神影之地位置的地图 除了这地图外 无尽的洞府里空荡荡的 太不正常了 堂堂无尽就留下这么点宝物 确实有些奇怪 但晚辈也不清楚 会不会是他们中的某个人提前过来取走了 前辈明鉴啊 我们绝对没有记满前辈 你别在这儿挑拨离戒 够了 不必多言 何居一 接下来 你随我一同前往六道宗吧 怎么样 小友 既然这些修饰已经没用了 不如全都杀了 留着还有可能泄密 前辈容命 前辈容命啊 还是 留他们一命吧 他们也没犯什么太大的过错 但今后 若是再让我发现而的不守规则 必定让你们生不如死 是 是 金道友 此处如果有一间洞府 你认为会在什么地方 难道你猜测无境还有一个真正的洞府藏在附近 不错 放眼方圆数万里 恐怕只有这附近最适合无境隐藏洞府 我去找找 顺移之法 只有灵尊强者才能试着出来 两位前辈竟有着灵尊境界的修为 我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让他们对我刮目相看 如何 我搜寻了一番 并没有什么适合隐藏洞府的地方 前辈 我有法子 哦 这附近经常会有一些杀人夺宝的修士 他们就藏在隐匿阵法中 前辈何不将这群人找出来问问话 定会有所收获 那些偷鸡摸狗的小辈能知道些什么 刚才我已经仔细寻过了 难道你认为我会看走眼吗 前辈误会了 晚辈也只是随便说说 你说的有几番道理 刚才经道友去搜寻洞府位置 应该是按照正常洞府的构建位置搜寻 但道友没有考虑到一个问题 无尽将洞府布置于此 就是为了隐藏 所以他很可能不去按照常理来构建洞府 这好吧 也许真的是你说的这样 以无尽的修为 改变灵脉走向 隐藏洞府 易如反掌 那些修士 说不定知道一些什么异常迹象 好 咱们去把他们给找出来 晚辈曾经和这些人打过交道 对于他们的习性 有些了解 让晚辈来带路吧 行 咱们走 前辈 他们就在这附近藏着 你们还打算躲到什么时候 速速卸身 好神通 距离几十兆就发泄了我们 你身上有什么不错的宝物吧 老大 快动手吧 这几个人一看就有好东西 别急嘛 总得先和几位道友寒暄暄暄 你们既然是生面孔啊 来这附近干什么 找你们问点事情 问事情 先把你们的过路费留下吧 动手吧 这可是块难得的肥肉 是 什么 你到底是什么人 前辈饶命啊 我都知错了 这珠子的气息 跟魔种几乎一不一样 魔种可是极其稀有的东西 除了当年在张小小身上 得到的那颗之外 我再也没有见过其他的 这群人之所以隐匿性这么强 看来跟这东西不无关系 不过这黑猪并不是魔种 只是有着魔种的气息 他们竟然每人都有一颗 三 还多谢前辈饶命啊 晚辈名叫 少废话 你们的阵法和黑色珠子 从何而来 这 这阵法和珠子 是我们从其他修士世上得到的 你们来到此地多久了 兵前辈 我们在这里大概有十几年了 据我所知 有一名修为极高的修士 在此构建了一间洞府 倘若你们能帮我找到这处洞府 我或许可以考虑饶你们一命 前辈 这片荒岛哪有什么洞府啊 倘若此地这有什么洞府 估计早就被某个同行给抢空了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好好想想再回答 否则 你们就把命留在这里吧 我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细节 或许对前辈有用 哦 说来听听 许久之前 这附近有座岛屿 经常会发生修士失踪的事件 具体一点 这种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 修士们最开始失踪的时候 应该是在七八年前吧 按照这个推算 倒是与无尽初次进入神异之地的时间差不多 那些修士是在哪座岛屿失踪的 赶紧带我去看看 是 前辈 就是这里了 我感受到了前方 有着微弱的神力痕迹 果然有条密道 没想到这么偏僻的岛屿上 竟然还有一处临时洞穴的存在 里面还藏着一处神力灵眼 果然 这里就是无尽的洞府 这是 无尽的命牌 旁边还放着不少书 等等 这本书上 无尽称神月老人为尊师 他们二人竟是师徒关系 可无尽也是神体 为什么神月老人不选择强占他的肉身 那样不是更容易得手吗 这典籍上主要记载了一些 关于神族的修炼心得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许多神族的低级法诀 带回去慢慢研究吧 为何书里没有任何 关于神月老人的记录 古道友 没想到你一下子就找到了 无尽的洞府 运气好罢了 正好 你们俩把此地的灵石收集一下 然后咱们就出发前往六道宗 包在我身上 灵石宝贝我来了 这 是谁擅自把他们杀死的 古道友 这群人已经没什么用了 我怕他们日后报复 所以 我看你最近煞气很重 稍有不顺心意 便要动手杀人 似乎有些过于张狂了 古道友 我虽然受控于你 但并不是你的奴仆 杀不杀这些人是我的自由 你若是对我不满 大可以将我给收回去 你都这么说了 我就满足你了 本以为金骏兽已经沉浮于我 没想到他身上的凶兽秉性 依然没有消失 得好好关他一阵 摸摸他的凶性 陈 陈奔 走吧 该去六道宗了 来来来 瞧一瞧看一看了 九转金丹 包治百病嘞 八八四八太金丹炉 人炉分离三十米自动炸底 前辈 这里真的是六道宗吗 没想到我离开这么多年 变化会如此之大 前辈 你等等我呀 阁下是 烦情小兄弟通报一下宫门主 就说古云回来了 前辈认识古门主 请您稍等 在下立刻前去通传 古道友 真的是你 公道友 好久不见了 恭喜古道友宁丹成功 我现在应该称呼您一声 古前辈了 宁丹成功 古前辈不是灵尊敬旗修为吗 难道他已经 公道友的修为也增长了不少 不过若想宁结灵丹恐怕还得付出不少努力 古前辈说笑了 我的资质本来就不高 能够有现在这等修为估计已经是极限了 这位是古前辈的好友吧 也可以一块来看看 在这访试随便走走 或许能找到需要的宝物 好 好的 古前辈 这里是我专门建造的方式 当年咱们灵草门的药店名气极大 单药价格又实惠 吸引了大量修士钱来购买 我便弄了这么一处地方 将生意做大 当初让你接任门主 果然是个正确的选择 前辈过奖了 前辈还记得吗 这下方就是当年我们躲避海蚁群的洞穴 现在我将其改造成了拍卖行 每个月都会举行一次拍卖会 前来参加拍卖的修士进入地下洞府 会非常安全 当然 我也没有彻底开放所有的地下洞府 若是在有受潮入侵之时 这地下洞府可以随时开启或关闭 保护六道宗的弟子们 如此甚好 当年我挖掘这地下洞府的时候 没想到还能有这等妙用 见过古前辈 你们来了 听他们的意思 我离开之后的这些年 六道宗能够有如此大的变化 竟都是古前辈造成的 古云 你终于回来了 古云啊古云 多年未见 不知你如今过得如何 听说你也凝聚了灵丹 老夫是时候去拜访你一下了 古云山 古云人呐 古 古前辈 刚刚前往了小领导 拜访几位灵丹静的前辈去了 小领导 古云 等着我 莫长老还是这么有活力啊 站住 前方禁止通行 两位道友 六道宗虽然开放房室 但却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进入的 你们还是请回吧 敢问是宋策道友吗 在下何居一 何道友 道友不是去海外寻宝云游了吗 若是何道友 有回归之意 我等自然是欢迎的 等等 旁边这位不是古云吗 而且也已经灵丹成功 真是可喜可贺啊 我六道宗又多了一名灵丹长老 两位灵丹修士归来 可不是什么小事 我这就去通知其他人 诸位长老 许久不见 前几天我偶遇于古前辈 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 便跟随他重回了六道宗 前辈 你一个灵丹修士 竟然称呼古云为前辈 好强的灵丹 如此强大的灵力 难道古云当年隐藏了修为 把我的目的告诉他们 是啊 今日古前辈来此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进入那间秘密洞府 这 古前辈若是想进入其中 自然是可以的 相信其他道友也都没有意见 我 我没意见 我 我也是 嗯 很好 你将我带进洞府之后 便可以离开了 这是你的奖励 多谢前辈 对了 还有一事 诸位道友 你们应该已经得到内海的消息了吧 妖族即将大举入侵 外海非常凶险 一旦妖族到达 谁也逃脱不掉 什么 六道宗若想全部迁移 的确是非常麻烦 特别是低级弟子 恐怕要花费数年的时间 古前辈所言属实 我建议诸位道友 一起回到内海吧 这 哈哈哈哈 听说古道友归来 老夫特意前来拜访 古道友 多年未见了 居然是墨道友 恭喜墨道友 进阶灵丹进阶 同喜同喜 没想到古道友年纪轻轻 就能达到如此修为 真令人羡慕 墨道友 我还有些事 就先告辞了 等你到了内海 可以来江罗宗 找我叙叙旧 哈哈哈哈 好说好说 咱们内海再聚 前辈 请随我来吧 嗯 何聚义居然称呼 古云为前辈 他不是六道宗 较早的长老吗 墨道友 如今的古云 已经不是当年的古云了 实力早已不容小觑 古云还如此年轻 莫非 他能有机会 进阶灵尊庆节 这上千年来 还从没听过哪位修士 能达到如此高度呢 这是 禁制阵法 前辈不必担心 待我将这阵法给破开 前辈 当时我们是好几个人 现在仅凭我自己 破开这道禁制阵法 似乎有些难度 这阵法 毕竟是由神愿老人 亲自设置的 你知道 他是怎么发现这里的吗 这洞府 并不是他所建造 而是早已存在的吧 这洞府并不是他所建造 而是早已存在的吧 没错 据说神愿老人 之所以能发现此洞府 是因为一只火灵体 他离开这里之后 又去了哪里呢 唉 神愿老人向来行踪诡异 晚辈只知道 他在到达黑海岛不久之后 就意外失踪了 无论如何 先进入这洞府内看一看吧 顾前辈这是挥手之间 便开启了我们几大长老 何里也没能打开的阵法 我先进去了 好浓郁的灵力 难怪何居一等人 无法在此待太久 此处的灵力 简直是强大到可怕 没有太多的时间停留了 必须尽快找到 进入内府的通道 什么 墙壁居然恢复如初 天灵之火 有效果了 这灵石壁的背后 似乎有一个极其强大的火灵体 应该就是何居一所说的那个 神愿老人来到这处洞府的目的 果然就是为了这灵体吗 总之这东西 我确定 铁甲傀儡 上 前辈为何要多多相逼 非得破开我的藏身之地 这洞府之内所藏的灵体 竟然已经化身人形 能够口吐人言了 立刻现身吧 或许 我还能考虑一下不破开这洞府 前辈修为如此之高 又何必非要捕获我这灵体之身 少说废话 我只给你三夕的时间 否则便不再与你多言 一 拜见前辈 还望前辈能饶我一命 说吧 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 若是有半点隐瞒之处 我定不侵扰你 晚辈 那是由地火之灵 滋养数万年 才凝聚而成的灵体 一直在洞府内修炼 有时地火滋养不够 我才会分出一丝火灵 吞噬外界灵力 从未影响到宗门弟子 还有呢 关于神月老人的遗弃 都如是说来 晚辈 晚辈之所以能够凝聚成灵体 的确是受了神月前辈的帮助 哼 果然他们之间 有着密切的关系 详细说说吧 那位前辈 大约在两万年前 与此地发现了我 当年 我还是一团混沌灵体 他与我做了一笔交易 我为他看护洞府 他则为我设置一个 地火凝聚阵法 并传授给我灵体修炼法诀 以及如同前辈身上的 神族传承 哦 你竟然能够发现 我身上的神族传承 这灵体身上 竟然也有着神族传承 还是神月老人教给他的 难道在两万年之前 神月老人 就已经得到了神族传承 那他为何不用自己的神族传承 来修炼呢 你继续说 晚辈因为是灵体的缘故 并没有完全炼化 这神族传承 只吸纳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现在 晚辈愿将这神族传承 献给前辈 这就是 神月老人 曾经获得的神族传承 我猜猜看 此传承 乃是源于一名女性古神 而你 也仅仅是吸纳了 她的容颜传承 对吗 正是如此 前辈 您赶紧收下这份传承吧 什么 居然被排斥了 我把被轻易淋化 说明这是来自于古神身上 作为精华的部分 这里面定然隐藏着很深的隐秘 但以我现在的修为 恐怕还没有什么办法将其破解 姑且先收起来 放入混沌空间之中吧 收 神月老人给了你这么多好处 恐怕让你守护的 不是什么普通之物吧 这 前辈 神月老人 乃是你们人类修饰之中的佼佼者 你若是拿走他的宝物 被他发现后定会 那不关你的事 好好回答我的问题 别对我有所隐瞒 前辈恕罪 其实 我之所以能够修炼成灵体 了解外面的世界 全都是因为神月前辈 他对我有的塑造症 他交给我保存之物 我是不可能交给外人的 晚辈刚才已经给了前辈神族传承 现在晚辈 愿意再拿出一半的灵体 葬给前辈 希望前辈能够就这么算了 区区一个灵体 都是有情有义 竟然不惜卸出自身的一半 来维护承诺 其实神月老人早已作化 你替他保存的东西 已经没有意义了 赶紧交给我 换你一条生路吧 否则 我并不在意将你裂化 骗人 你若是拿走了那宝物 等到神月前辈归来之时 我该如何与他解释 与其这样 还不如被你给炼化了呢 前辈 你不要以为我求饶是因为判了你 我只是不想过多的招惹是非而已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开出这豆腐 否则晚辈就算拼死 也要重伤于你 你还不知道吧 一切火灵力 都能为我所用 什么 原来如此 就藏在你身后那面墙里 对吧 前辈 前辈 这里的气息 竟然跟凤凰惊破的气息同源 难道这灵卵 就是神月老人的密藏之物 前辈 找你了 神月老人聚集火灵阵法 将你吸引到这里 又以这枚 有着凤凰惊破气息的灵卵 将你束缚起来 你以为你可以从这灵卵之中 得到凤凰惊破 殊不知 你这天生的火灵体 才是对这灵卵最大的滋养 当初神月老人许你其他的好处 你定然不从 但凤凰惊破 却是你无法放弃的 正是因为如此 你才甘愿在此留守这么多年吧 你 你在说些什么 否认也没用 看着便是 这灵卵在如此强大的火灵体滋养下 竟然耗费了这么长时间 都没有孵化 很可能是这阵法的原因 但经过我的调整 这阵法已经趋于完美 要 要出生了 还差最后一把助力 天地一响 这是灵雾出现的阵兆 这等机缘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还等什么 反正六大奏 也不是什么大奏门 我们不如去争夺一番 走 好可爱 不对 说过没有看错的话 果然 这是一头风雷鸳的雏鸟 此鸟乃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灵情 成年后体长可达百丈 天生精通 风雷凌厉 稍稍成长便可施展出 顺移法觉来 成年风雷鸳 掌控天地雷结之力 寻常灵丹修士 也不敢轻易靠近 神月老人竟有这么大的神通 可以得到风雷鸳的灵卵 但明明是雷属性的灵卵 为何会交由一个火灵体来孵化呢 当年神月老人 很有可能看到这灵卵内 有凤凰金破的气息 误认为这是一颗火属性灵兽之卵 才会放在此地复化 风雷鸳 本身并不是火属性灵情 可在你的灵力滋养下 并没有对它造成什么伤害 反而在它羽翼尖端 生成了一丝微弱的火灵力 嗯 既然如此 我便不客气了 任我为主吧 之后将其收入我的混沌空间之中 那里的风雷之力十分强大 足以让风雷鸳迅速成长 收 千 一具火灵体 能够凝聚成人形的灵体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千辈 也请带我离开这里吧 哦 以你的能力 想要离开此地 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 为何还要我带 这世界虽大 我又能去什么地方呢 最多 继续隐藏在某处火灵浓郁之地 直到再次被发现 我深知我这灵体对人类修饰 有极大的诱惑 恐怕不少人 会为了得到我而绞尽脑汁 与其如此 还不如直接为前辈效劳呢 对你一个灵体而言 真正吸引你的 是我身上精纯的火灵力吧 不错 前辈身上的火灵力 的确让我十分感兴趣 这也是我愿意追随前辈的主要原因 想追随我可以 但我必须将你的灵体炼化才行 炼化我 当年神愿老人都无法将我炼化 就凭你也想做到 我的修为的确不如你 但想要炼化我 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你当然可以选择不被我炼化 不过以我看来 你的灵体虽强 却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 难以灵食 唯有我身上的精纯火灵 才能够让你的火灵体 真正灵食 你 你是怎么知道的 罢了 我看你并不想失去自由 何俊一 咱们离开这里吧 是啊 后面怎么跟着这么多人 六道宗的道友 你们宗内有可喜可贺之事 我等特地来拜访一下 你们不会赶我们走吧 天有异象出现 地有宝物出世 我等只求翻一杯羹罢了 六道宗内的确有异象出现 但是宝物我们并没有见到 即便有宝物 也是我六道宗之物 与诸位没有任何关系 天下宝物 有能者得知 我们为何不能来碰碰怨气 宋道友 你还是赶紧把宝物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 至少让我们知道一下 这究竟是件什么宝物 该死 巨龙而来的凶事实在太多了 这些人足以洗劲整个六道宗 前辈 咱们要出手吗 大家快看地面 似乎有一股强大的火灵气息 正在袭来 竟然是一具灵体 还是化形为人的灵体 这世上只有这等境界的灵体 此物一定要归老夫所有 这灵体可是世间质宝 哪位道友愿意与我一起合作捕捉 你是来找我的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前辈请留步 我 我考虑好了 我愿意被前辈做炼花 你想好了 嗯 什么啊 赶紧杀了他 把灵体抢过来 杀我 妖族即将入侵 你们这些灵丹修士 非但不早早回到内海 反而在此地 为争夺宝物而私伤 既然如此 你们就暂且受我所知吧 尸体动不了了 这 这无力量是 灵尊强者 前辈饶命啊 我们知错了 先等着吧 多谢前辈 祝我凝视灵体 还望前辈自明 从此以后 你便叫做封灵吧 哇 好漂亮的铠甲 你才刚入室 对外界了解颇手 这套金甲 可以保证你的灵力不外泄 不被别人注意到 你就这样跟随在我身旁吧 本以为被前辈炼化后 会被血藏起来 没想到 前辈竟然就这样将我留在身边 前辈 需要我帮你处理掉那群人吗 前辈 我们外海修士 见到宝物 都有争夺之心 希望前辈原谅我们 我等愿意将自己的储物袋 交给前辈 前辈饶命啊 六道宗的道友 刚刚是什么宝物出事 也让老夫开开眼界 否则老夫可不能保证 你们低阶弟子的安全 这 这是 诸位道友 是在下走的地方了 告辞 怎么回事 飞剑居然动不了 这位道友 既然来了 那就不要走了 这是什么力量 竟然让我一丝灵力都用不出来 六道宗何时有了这种怪物 来 前辈 前辈饶命 晚辈 打扰了前辈清宵 晚辈最该挖死 前辈 这柄剑好像还不错 一柄火属性灵剑 若是能够在家锤炼一番 倒也算是一件疾病宝物 你拿着吧 多谢前辈 两位前辈喜欢就好 前辈 该如何处置这十八人 从现在开始 你们为我所驱使 若有不从者 死 是 您先将这十八人 安排妥当 然后我们就返回内海 遵命 诸位道友 你们当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前辈收下你们 你们不感恩戴德也就罢了 怎么还一副 哭丧脸的样子 何道友 你还记得我吗 昌道友 竟然是你 咱们得有十几年没见面了吧 我还记得 你当年在拍卖会上 夺走了我看中的一株灵草呢 何道友 这等小事何必记在心上 若你能够为我求情 让我离开 在下愿意百倍偿还道友 昌道友 你真是愚笨 这等机缘摆在面前 竟然还想离开 你可知道 收服你们的前辈是谁 前辈他修为其高 灭杀儿等 易如反掌 他的真正修为 应该在灵尊境界 什么 灵尊境界 你们虽然受前辈所制约 但是跟随在前辈身旁 有什么不好 很多人挖空了心思 都未必能够见到前辈一面呢 些何的 我们堂堂灵丹境修士 怎么可能给人当奴仆 你做得到 我可做不到 你确定 当然了 我才不想留下 很好 这是你的选择 希望你不要后悔 何道友 在下愿意追随前辈 我 我也愿意 加我一个 一群没骨气的东西 前辈 有一人 不肯遵从您的命令 前辈 请让晚辈 立即将其诛杀 震慑他人 等等 你是不是 南越国的古云 你知道我的来历 你又是何人 果真是你 那我竟如此玄妙 让你部族百年寿元 就能有此等修为 你是奉明家族的人 不错 我是奉明家族第十长老 在南越国的时候 曾在宝库之中 见过你一次 你可能已经忘了 你身上那样东西 并不属于你 虽然现在对你帮助极大 但你可知道 此物对你的好处越多 伤害也就越大 没有我奉明家族的血脉 恐怕你已经在 日日夜夜地承受 此物带来的痛苦吧 此人所指的究竟是什么 凤凰金铺 神族传城 还是某种 当年我刚来到 新罗海的时候 奉明家族 就派了不少弟子看守我 当时凤凰金铺尚未出世 而我虽然与金元古神 达成了合作 也没有立刻得到神族传承 所以此人所指的 只能是某种 怎么样 害怕了吧 你修为的确很高 我也可以称呼你为前辈 倘若你成为我们凤鸣家族之人 我还能告诉你一些隐秘 当然 当年你与我们凤鸣家族的婚约 也依然有效 凤清明 凤瑶月 你可以随意选择 甚至一起娶了都没事 古月 你好好考虑一下吧 反正此地到凤鸣岛的距离也不远 此人是何意 难道前辈的强大 并非由于他自身的修为 而是身上有着某种宝物导致的 我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 把凤鸣家族的隐秘 以及对于凤凰金破和某种的记载 一一告诉我 否则 你敢杀我 没有我你必死无疑 现在只有跟我们凤鸣家族合作 才是你唯一的活路 是吗 既然你自寻死路 那我就成全你 古月 我劝你不要一起用事 这某种的用法 只有我们凤鸣家的人才知道 此物是一柄双刃剑 留在你身上 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随时有可能毁掉你的肉身 我以凤鸣家长老的身份启示 只要你能够加入我们 你想要的 我们都能给你 前辈 此人好生果子 不过他体内 似乎有一股非常奇异的灵力 好 帮我取出来看看 什么 好的 你 你想干什么 神奴印记 凤鸣家族的真实身份 竟然是某位神族的奴仆 隐藏得如此之深 看来他们妄图得到凤凰金破和魔忠 也跟那位古神有关 不 不要 不要 这神奴印记竟如此重要 古云 你竟敢回我与老祖之间的联系 你 你该 这 看见没有 这便是不停从前辈之命的代价 这神奴印记竟如此重要 古云 你竟敢回我与老祖之间的联系 你 你该 这 看见没有 这便是不停从前辈之命的代价 前辈之命 我们愿愿以至前辈 所有人 立刻 启程 诸位道友 我们也该离开六道宗 前往内海了 相信有古前辈的招呼 我们定能有容身之地 他应该 已经知道我得到了他的风铃冤吧 前辈 没想到那东西竟然落入了你的手中 真是让老夫惊讶 神月前辈以义己之力 得到数个神族传承 还将他随手赠予他人 世间 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到了 古云小子 你能够得到这件宝物 的确是你的机缘 不过你空有宝物 却不知此宝为何用 只要你能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就赠给你无上的机缘 如何 什么条件 很简单 你把这只偷听的金骏兽抓过来 抽了他的魂魄 将肉身赠给老夫即可 这老头毒舍我不成 又不要神族传承 反而将目标转向金骏兽 难道金骏兽身上 有什么吸引他的地方 万万不可 万万不可 主人 你切莫听信他的花言巧语 古小友 老夫这个条件算是非常简单吧 简单是很简单 主人 我早已臣服于你 你也对我许下保证 不能因为这神愿老人一句话就除掉我 相比老夫给你的好处 区区一只金骏兽而已 小友还要考虑这么久吗 这金骏兽当然算不得什么 对我而言 他并不算特别重要 主人 不过 既然我以许下诺言 收其为灵宠 自会遵守到底 而且相对前辈而言 我更愿意相信金骏兽 多谢主人 多谢主人 我以后一定遵循主人命令 不起女妄斗 一生侍奉主人 行了 你退下吧 是 活下来了 小友的历练还是少了 竟如此心慈手软 他可不是普通妖兽 在神族典籍的记载中 这东西被称为吞魂兽 你且看他只有灵尊警戒修为 若是掌握了吞噬神魂之法 哪怕你有神体 也会遭起反噬 前辈不必多言 这个提议 我是不会考虑的 若是因此中断与在下的交易 那便中断吧 我小友 你莫不是因为 因为有了这混沌空间便有恃无恐了 混沌空间也控制不住成长之后的金骏兽啊 他知道混沌空间 前辈所炼制的神韵洞府牌匾 也能自成空间 而且数量极多 看来前辈对此颇为了解啊 我也不满小友 老夫当年拼尽全力所要寻找的就是这混沌空间 老夫之所以想要跟你合作 也是因为这个 那些空间算得了什么 不过是些废物罢了 你这混沌空间才是好与至宝啊 我很清楚自己的处见 你控制了风暴之灵 又将我囚禁于此 此生我怕是难见天日 所以我也不想再与小友作对了 我现在只想等到小友 求为大臣后 破开虚空 将老夫带入一片全新的天地 怎么样 小友意下如何 在下信守承诺 倘若前辈的指点对我有用 我自会答应 不过若是前辈再有任何故意隐瞒的地方 导致在下陷入绝境 就休怪在下无情了 小友放心 既然我答应与你合作 自然不会跟之前一样 前辈告诉我那些隐秘 需要什么好处呢 恐怕仅凭我一个承诺 不会让前辈满意吧 当然不是白白得到的 既然你不愿意把金骏兽给我 那便为我寻找上古白莲吧 若是能够得到此物 老夫便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小友 上古白莲 此物乃是古神一族的圣物 记载在某位神族的典籍中 若我能得到上古白莲 便由希望重塑肉身 再次踏上修炼之道 小友 你知道为何会有这么多神族 陨落于这方世界吗 真正的原因就是金元古神的混沌空间 什么 我从一名陨落神族所遗留的典籍中了解到 这么多神族正是为了混沌空间才会从浩宇的各个角落赶来 不过他们遭遇了一场极大的劫难 众多神族隐落被囚禁在神王的神域中 如此不知过了多少岁月 在神域中遭受重创的古神们慢慢凋零 便形成了许多神族墓地 虽然匪夷所思 但老夫所言是有根据的 绝非胡乱猜测 看来背后的真相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多谢前辈告知 晚辈还有一事想请前辈作答 前辈曾在妖族海域定居过 如今妖族其向大举入侵星罗海 不知前辈有何赐教 如果老夫没猜错 妖族入侵星罗海恐怕是小友的缘故 小友夺走风暴之灵 引起神月洞府巨变 恐怕那些老妖怪们坐不住了 当年我曾在妖族海域布下一道禁止 不许多久这禁止就会生效 浮游二妖必死无疑 两妖死后会重新化形灵卵 小友若是得了这灵卵 便如同控制了浮游 老夫将这上古大妖送给小友作为灵宠 不知小友意下如何 多谢前辈 倘若神月老人所言为真 浮游二妖之死 定会让妖族大乱 你带众修士前往江罗宗 拜见两位宗主 他们会安排妥当的 是 前辈 你不和我们一起离开吗 我还有事情要办 晚辈还有一事 不知当讲不当讲 赶紧说 别卖关子 此事晚辈应该早点向前辈禀报的 是一些关于凤鸣家族的情报 晚辈所属的河家 与凤鸣家颇有渊源 早在多年前 我们河家便是凤鸣家的附属家族 凤鸣家前往星罗海时 我们河家留在了内海 这遇见中 记载了凤鸣家的一处旧址 说不定这旧址里 有让前辈感兴趣的地方 这里面竟然还有一些密文 何家男子 必须与凤鸣家女子同婚 左生后代要姓凤 成为凤鸣家弟子 对了 凤鸣家族全都是神奴 神奴之印 蕴含了他们神主的神力 对修炼大有帮助 先辈 这是 这 这股浓厚的力量 灌住进体内 让我的修为大有增长 若是在闭关一段时间 说不定能突破一个小境界 何居易身上 竟也有一丝微弱的神力 不过这丝神力 不足以称之为神奴印记 应该是血脉蔓延太久 已经淡化了 多谢前辈提点 好了 接下来便去凤鸣家族 一探究竟吧 凤鸣家族长老 速速出来借我 这名室布置了好几道隔音阵法 如此强大的灵力 绝非一般的灵丹修士能够做到 是什么人如此放肆 胆敢在凤鸣家族的地盘上撒野 那是谁啊 不知道 看不清 刚才那个声音怎么那么像古云 何人在我凤鸣城喧哗 就是你 你是古云 三长老的记性不错啊 竟然还记得在下 古云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在凤鸣城上方喧哗 扰乱我凤鸣城秩序 古云 以你灵丹境界的修为 就敢在我们凤鸣家族撒野 真以为我们是好欺负的吗 对 长老 手下留情啊 弟子凤鸣月 愿意代替古云受罚 你怎么来了 这没你的事 速速退下 凤鸣月 没想到 他竟然会为我求情 就像当年一样 此生不复清 好 好久不见 是啊 能再见到你真好 这位长老 古云当年也算是半个凤鸣家族之人 还请看在我的份上 饶过他一次吧 姚月 我已知你心意 你真的不用插手 待我与几位长老单独商谈完毕 再来找你 若不想凤鸣家族灭族 就随我来 神力传音 古云竟然能控制我们的神识 他刚才若不是传音 而是直接攻击 我们现在可能 都非死即伤了 他真的只有灵丹禁忌吗 我们去看看 他究竟想干什么 古云 你到底想搞什么把戏 看来你还不明白自己的处境啊 大长老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的修为 竟然可以比起灵尊强者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 不要再试图挑战 否则后果自负 都 都听前辈号令 不知前辈有何指教 晚辈们定会尽力而为 我有几个问题 你们如实回答 一 凤鸣城内 现在是否还有 通往南越国的传送阵法 有 启动 只需三个时差 我现在立刻传讯 告知守护阵法的弟子们 启动阵法 不错 下面这件事情 更加重要 假如你敢撒谎 那么整个凤鸣家族弟子 我一个都不会留 前辈请问 你们 寻找凤凰金破的目的是什么 我 他 怎么会知道此事的 丁前辈 我们从未得到凤凰金破 当日凤凰金破出事的时候 金光上人也出现了 连他都没有得到凤凰金破 我知道你们没有得到凤凰金破 我只是问你们 寻找凤凰金破的原因 这 我们凤鸣家族 以修炼火灵力为主 凤凰金破 乃是最为精传的火灵力 我们自然要寻找它 一派胡言 就凭你们 你们若是得到凤凰金破 必定会死于他手中 以你们的灵力 根本无法列化的 说 你们凤鸣家族背后 到底有什么人 古云 你虽然修为甚高 但我们凤鸣家族的私事 又岂能跟你一个外人说道 很好 既然你们依然如此明顽不灵 那就休怪我不讲情面了 故意隐瞒和欺骗一样都是死 你们好好考虑一下吧 究竟是把秘密说出来 还是带着他一起进棺材 这 没办法了 前辈息怒 我这就把凤鸣家族所有的隐秘都告诉你 刚才前辈所问的问题 我的确有所隐瞒 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凤凰金破的出世时间 以及挪移凤鸣城 都是我们凤鸣家族的一位老祖传递下来的信息 这位老祖修为极高 远在灵尊境界之上 但现在因为某些原因 不得不陷入沉睡之中 凤鸣家族的老祖 他最后一次与你联系 是什么时候 你可曾见过他本人 晚辈从未见过老祖本人 老祖想与我联系时 会直接传信于我 老祖 难道是像神渊老人那般 肉身一毁 神魂人存之人 不过我更加怀疑 这位所谓的老祖并非人类修士 而是一名古神祖 确切地说 是凤鸣家族这些神奴的主人 当年我从张逍遥身上 得到了一颗魔种 你们知道这魔种 究竟有何用处吧 魔种 不错 你们也曾搜寻过此物吧 灰前辈 根据老祖所言 我们倘若找到携带魔种之人 需将其培育百年 然后再送至老祖那里 本以为这凤鸣家族的人 对某种了解颇多 没想到也是仅此而已 好了 轮到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了 二长老 你可知为何刚才你会如此痛苦 不 不知道 你们老祖曾对你们说过 凤鸣家族之人 需要世代维系 血脉绵延吧 这 前辈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就不故弄玄虚了 你们凤鸣家族血脉之中 有一道神奴印记 让你们生下来 便是别人的奴仆 至于究竟是谁的奴仆 我想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 是什么 是 是老祖 难怪我们刚才对前辈身上的神力 产生了一种莫名的臣服和畏惧 难道也是这奴硬的缘故 可能吧 当然 我并非给你们祖先种下奴硬之人 此事我也不想多言 对你们并没有什么用处 直接带我去见你们老祖吧 这 大哥 既然前辈这么想去见老祖 何不遂了他的意愿 刚才你给予我的那种痛苦 可是死心裂肺 甚至比死还难受 你那么想见老祖 我就成全你吧 让老祖来将你击毙 好吧 就算我想反对也没有反对的资格呀 其他长老先在此等候 老祖的密室除了我以外没有人知道在哪 前辈 请随我来吧 好 难怪此地如此隐秘 整个隧道都覆盖着大量的阵法符纹 即便有人从外界挖掘 也永远找不到这里 到了 前辈 这里便是老祖的密室了 老祖就沉睡在此处 知道了 你赶紧回去吧 是 晚辈先行告退了 凤鸣家老祖 你速速献身 这凤鸣家族老祖还真沉得住气 此处都被我破坏成这样了 他竟然还没有任何动静 区区人类得了个神族传承 就敢在我面前造词 接下我的神诺印记 我可以考虑饶你一命 这家伙连神体都无法凝聚 还敢如此大言不惭 就跟那金元古神一般 难道所有古神都是这么狂妄的吗 红灵 前辈 这是何地 竟要如此浓郁的火灵力 此处的火灵力 你尽可取之 多谢陈辈 你们找死 你 你居然能承受得住 这磅礴的地火熔江 而且身上还有着 凤凰金破的气息 既然是来给本神尊 送凤凰金破的 本神尊就不客气了 看不出来 这火神竟然还是一个使用震满的高手 光灵 是 是 千辈 好 没想到你身边竟然还有一个这么厉害的火灵体 小小的人类 让你感受一下神族真正的力量 这是 神诀 怎么样 现在认输还来得及 你未免有些太过自信了 不 这股神力 去去一个人类 不过是得到了神族传承 怎么会有如此磅礴的神力 很快你就会知道了 疯 我的神力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的身体 你的力量 究竟从何而来 先回答我的问题吧 你和凤鸣族人 到底是什么关系 哼 那些人类修士 不过是本神尊的棋子而已 除此之外 再无关联 若是让我得到这家伙的一些神力 哪怕只有一半 人类小友 你虽然得到了神族传承 但是却无法彻底掌控 不如跟本神尊做个交易如何 交易 你凭什么与我做交易 就凭我是古神族 真正的古神族 我拥有着圣兽凤凰血脉 我的每一道神诀 都有不同的力量 而你不过是得到了 金元古神的传承而已 就算练成了神体 你也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神族 不能像我们一样不死一命 哦 是吗 我 我的神力 姐们 我传你几道神诀作为交换 你不要再冲去我的神力了 他身上只剩不足五分之一的神力了 会要达到崩溃边缘 估计马上就要卸出原形了 都有饶命了 我愿意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 叔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在身体陨落之后 收服了凤冥族 稍稍给他们一些好处 便陷入了沉睡之中 我以他们的老祖自居 过了很长时间 才修炼成了之前的样子 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些 道妖且慢 我说 我全都告诉你 当年我是为了寻找一件宝物 才不远万里来到这方世界 它是一个发自于我们古神族内心的感知 一股无比强大的力量 但是 当我到达这里之后才发现 这里已经来了无数的古神 大妖 还有魔祖 浩宇中最顶级的生灵竟然都出现在了这里 甚至还有 神王 不 不要啊 怎么回事 不行 神力注入的速度 改不上神体崩溃的速度 我还不想死啊 这股神怎么会突然陨落 仅仅是因为他刚才所说的那些话 神石竟然瞬间就消散了 只留下了他的神族传长 难道是那位神王 或许 神王并没有沉睡 他能够感知到世间的一切 若真是如此 这么强大的存在 他随便一个念头就可能被杀死 风灵 你将此处的火灵吞噬干净 我给你半个时辰的时间 遵命 关于古神族 你还知道些什么 小友 我并非同小万物 我所知道的都是我从典籍里面得到的信息而已 外界有不少关于我的传闻 什么兽缘浩尽肉身被毁 一直以来 我从没有否认过 小友认为这些都是真的吗 若非如此 前辈当时为何想要夺赦于我 小友还在记恨我呢 在漫长的岁月里 我曾夺舍过不少人的肉身 但没有一句能够保留下来 因为我生气 若我有了真正的肉身和神体 我已经不知道死了多少次 只有心中怀有畏惧 我才能安然无恙地存活下来 这些事情我本不想多言 没想到小友你竟然这么早就知道了 那我便好心提点你几句 这就是你炼制无数神月洞府排扁空间的原因 看来前辈对我还是有所保留 你为了避免被神王察觉 故意毁掉肉身 后将神石分散在无数神月洞府排扁内 相当于修炼了无数个身外化身 我说的对吗 小友果然聪慧 不过小友你现在不必太过担心 你的修为还不足以引起神王的注意 神王欲应该是真实存在的 而神王的神石可能就在我身旁 不管怎样 现在我必须尝试一下 以免会有无尽的后患 这某种本已与我融为一体 但现在也无法顾及太多 这 如此看来 神王的神石确实存在 但它的灵质似乎不高 只对散发力量的某种 进行了攻击和毁灭 虽然这神石现在对我没有威胁 但我不能放任它存在 也许我的神体可以存入混沌空间 这样神王的神石 就无法察觉到我了 风铃 火灵力吞噬的如何 我们要离开此地了 已经差不多了 多谢前辈 这么多火灵力 足够让我心为增长不少了 说起来 前辈似乎有些 变得不同寻常了 先来救救我呀 我还不想死啊 前辈 前辈 求您救救我 抱歉 我也无能为力 你们的神主已死 现在只能靠你们自己 来摆脱这应急的疏忽 不好 刘月 刘月 你还好吧 糟了 她身上的神奴之影镜 如此强大 以她临时镜的修为 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我绝不能替刘月 有性命之忧 希望这个女性神族的 传承有用吧 好痛苦啊 谁的手 好温呢 古云 刘月 你醒了 古云 真的是你吗 是我 真是太好了 这不是吗 刘月 你已经彻底融入了神族串城 现在是一名新的神族 神族 那是什么 之后再与你解释 哪怕你现在不明白 依仗这些神力 对你的修炼 也有极大的好处 古云 虽然我不知道 什么是神族 但你对我的好 我都能够感受得到 谢谢你 我们之间不必那么客气 姚月 凤鸣家族 经历了这场邪难后 修为较高的修士 恐怕很难生存下来 整个凤鸣岛 会陷入混乱之中 我需要回南越国一趟 你能帮我维护好 传送阵的稳定吗 我要在我身上 你放心去吧 等我回来 此处竟然变成了湖泊 这变化也太大了 先找个人问问清楚吧 嗯 拜见仙士 不必多礼 此地是何处 灰仙士 此处名为洛霞湖 你看看这地图 洛霞湖 是否就是当年 凤鸣城的所在之地 嗯 这地图上的山脉河流 的确很像这里 听说很久之前 这儿曾有过一座大城池 后来却突然消失了 看来这里的确是 曾经的凤鸣城 凤鸣家族没有骗我 多谢告知 告辞了 仙士慢走 仙士 仙士 请您救救我家孩子吧 回去 仙士哪有时间管这等仙士 仙士切莫怪罪 这附到人家没什么见识 若是得罪了仙士 还望仙士饶恕 既然我们在此相遇 就算是有缘 让我来看看吧 多谢仙士 凡人的病症 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只需一枚最低阶的丹药 便可治疗 这少年体内 竟有一丝魔种的痕迹 这病症有多久了 大概一个月吧 始终沉睡不行 我们实在没办法了 他一个月前 去过什么地方 一个月前 犬子曾去过 逍遥盟的商会考核 我不想让他像我一样 打一辈子鱼 可是回来后就 逍遥盟商会 难道此事 和张逍遥体内的 某种有关 奇怪 某种对于逍遥盟而言 可是十分珍贵之物 怎么会任由 一个少年带出来 娘 多谢仙士大救 多谢仙士大救 已经没事了 你还记得 最近是怎么陷入沉睡的吗 记得 当时一位仙士说是测试 他拿出一个黑色小铃铛 放在我面前摇了摇 我听了之后 便感觉头昏脑胀的 那些师说我合格了 但是等我回到家后 却完全不能动了 你说的黑色小铃铛 可是此物 对 对 一模一样 逍遥盟的震魂灵内 竟有某种存在 当年我在星罗海所杀的 或许真的只是那张旭的身外化身 这消息对我很有用 作为交换 我赐你一本修炼法 你的资质不错 修炼切勿懈怠 多谢仙士 许久没回来 古家已经完全变了一副景象 那群人士 今天给大家讲讲 我们古家最为有名的修炼者 他叫古云 他不到二十岁 便进阶的临时境界 如今过去了这么久 恐怕早已凝单成功 老师 这位古前辈可会遇空飞行 当然了 你的姿势在同辈中算是佼佼者 倘若好好修炼 说不定二十岁之前也可境界临时境界 遇见而飞 好业 老师 你都提过好几次这个古云了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见到他呀 你让回晓 古前辈云游四海 有岂是你们想见就能见的 图 图儿追错了 这个教课的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 对了 狗蛋 现在他居然都为人师了 当年可是鼻涕都快流到地上了 去打个招呼吧 狗蛋 谁啊你 什么时候站在那儿的 等等 你是 古书 好久不见啊 狗蛋 我就是这位古前辈 快叫师叔祖 师叔祖 我们古家后继有人了 孩子们 快来我这儿领取灵丹灵药 师叔祖 王贵 狗蛋 问你点事 古书你说 家父家母 现在如何 他们年事已高 我怕 家主现在依然见了 还有可能突破灵师境界呢 至于家主母 犹豫她并不是修炼者 现在的情况 好在我还有一些 增加寿源的丹药 虽然不能逆天改命 但是延续寿源 完全没问题 快带我去见他们 古书 我就不进去了 云儿 爹 孩儿回来了 老婆子 是云儿 云儿回来了 真的是云儿吗 还不笑 让娘受苦了 你在站近些 让娘好好看看你 娘 你的眼睛 为母老了 不中用了 会没事的 娘 你再睁开眼睛看看 云儿 娘 为娘终于又能看见我的云儿 能在死前再看你一眼 无怨足矣 哎 生老病死乃是天意 我与你娘早也看透 一路红尘扰道西 此后 你只管寻找长生大道 不必为士族所牵连 孩儿紧急于心 这是孩儿 孝敬二老的一些灵药 虽不能永保青春 但是增加一些寿源是没问题的 云儿有心了 既然回来了 也让大家见见你吧 事情就是这样 接下来让古云跟你们说几句 我离开此地多年 没想到我们古家会有这么多人 踏入修炼之途 所以我打算将这里打造成一个小宗门 让你们可以在此安心修炼 在场所有人 每人一百块零食 一柄飞剑 一剑防御灵法 丹药二十枚 多谢少主 我还会在这布置一个法阵 此阵可聚集灵力 兼具防御功效 今后为我古家效忠者 我定将重手 废弃我古家者绝不留情 我等全会让人造成希望 定将古家发言荣誉 如此 我也能放心离开了 古家的事情已经处理完了 本想回青山门里看看 怎么这边的地界 看着像荒废了似的 罢了 来都来了 还是进去看看吧 当年我住的地方 已经荒废成这样了吗 玉剑师兄 他现在会在哪呢 果然 还是整洁一些的好 让我来看看 青山门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吧 玉剑贵 你也有今天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刘杀机 当年我们牛家是怎么帮你的 你有了权势之后 就这样恩将仇报是吗 恩将仇报 我在你们牛家过着狗一样的日子 你们高兴时才给我一口吃的 这也配照恩 现在我也让你尝尝当牛做马的滋味 你这个狗招人士的混蛋 别以为被逍遥蒙选中了 就可以为所欲为 哟哟哟哟 这就急眼了 等逍遥蒙换别人来监督你的时候 你可别哭着求我回来 这人是逍遥蒙的 看他资质平平 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种人在青山门一抓一大把 逍遥蒙为什么要选他呢 算了 先跟上去看看吧 刘总管好 你们好呀 刘总管 今天有什么工作 要安排给我吗 有啊 今天你就来好好陪陪我吧 啊 总管你真是的 看来这家伙地位很高啊 被逍遥蒙选中后 在青山门内 简直就是呼风唤雨 再去其他地方看看吧 当年汤长老的修炼之所 也变了个样子 连洞府 也被其他人给占据了 这人只是灵丹中计的修为 但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来看 并不像是青山门的弟子 此人应该是逍遥蒙那边的修士 如此看来 萧遥蒙真的已经彻底找空清山门了 哪位道友在暗处观望 我出来一见 有意思 居然能察觉到我的存在 看来得去会会他了 居然有高人在附近 得快些联系萧遥蒙才是 什么 什么人 居然该私自闯入我的洞府 果然 这道传讯符是与萧遥蒙沟通用的 而且上面还有这一丝 昭絮的气息 看来之前我击杀的 的确只是他的身外化身而已 献出你的神石沉浮于我 亦获是死 你选一个吧 好 好强的压迫感 阁下想要什么 消息 零食 还是宝物 只要我能够拿得出来 一定会记得二位 还望阁下能够留我一条性命 你觉得你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吗 好 我同意托付于你 但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凶士 身上可能并没有你想要的东西 哦 是吗 好了 我已经将你的神魂给裂化了 你现在是我的仆从 先说说你的来历吧 在下成宝才 现在是青山门的副门主 老实交代你在逍遥蒙的身份 还有 你们的门主张旭 现在身在何处 莫非阁下曾是青山门的修士 现在青山门已经加入了逍遥门 以阁下的修为 必定可以得到张门主的赏识 他果然还活着 这传训符可是直达张旭 正是 只有我打出传训符 张门主就能立刻察觉到 现在他应该派人来了 下一个问题 我听闻青山门挑选了一名弟子 送去逍遥蒙 这又是所谓何事 青山门挑选了一名弟子 去逍遥蒙 这又是所谓何事 你是说流沙鸡 张门主要求在南越国内挑选合适的弟子 送去做他的青川弟子 选取的结果是由正魂灵来决定的 张旭会那么好心让这些外来人当青川弟子 必须对查清楚才行 我打算跟流沙鸡一同前往逍遥蒙 你安排一下吧 阁下的意思是要跟流沙鸡一起 扮成被挑选的弟子进入逍遥蒙 逍遥蒙内高手如云 除了张门主外 还有不少强大的修士 阁下修为最高 藏身其中也很有可能会被发现 我自有办法 你只管去做就行了 陈门主 糟了 修门的人已经来了 交由你处理吧 记住 现在你的生死只在我一孽之间 好 在下知道了 你们二人过来干什么 我记得我好像没有传坏你们吧 禀门主 刚才我们发现了一道特殊的灵力痕迹 所以特地前来看看陈门主这边有没有什么异样 放屁 哪有什么灵力变化 若是真有 我还能发现不了吗 抱歉 是我们偷咬陈门主了 还望陈门主见目怪罪 行了 赶紧退下吧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 不得再私自踏入此地半步 否则 我可不会轻饶了你们 是 以后绝不敢再偷咬陈门主清修 阁下 那些人我都打发走了 您大可放心 很好 接下来 尽快安排我前往逍遥盟的事情吧 是 之前不是说好就一个人吗 怎么突然又多出了一个交换 待会你们两个跟着我一起遇见而行吧 记住 到了逍遥盟那边千万不要乱说话 好的 门主请放心 走吧 这里就是逍遥盟吗 好气派啊 好了 到地方了 你们一定要记住 在逍遥盟内高手入云 如果得罪了什么大人物 我可救不了你们 门主放心 我一定会遵从您的吩咐 按照规矩 我送你们二人到此之后 就得立刻返回了 接下来会有别人来带你们的 你们自己小心 哦 这两位就是被选中的弟子吧 是的 两人都通过了测试 那我就将他们交由你们了 我现在就回青云山 有劳门主了 明月清晨 你们两个跟着我去参加测试 若是能通过 你们便可以留在小遥盟了 到时候是盟主亲自测试你们 千万不要惹出什么乱子 那是自然 我们一定会事事小心的 张旭亲自测试 为何张旭会如此重视 这名叫做流沙姬的青年 这人身上究竟有着什么特殊之处 你们今晚就待在这间房里面休息 千万不要到处乱走动 好的好的 明天若是张盟主能够看好我 我必定可以一飞冲天 房间里的一切倒是很普通 但是外面的戒备却很森严 这选拔一定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之前我以为只有我们两个 但短短几个时辰 这里已经来了上百个要参加测试的弟子 张旭召集这么多人到底想要做什么 明天一切就都明了了 诸位给我听好了 你们马上就要接受张盟主的测验 在进入大殿之后必须要保持安静 若是张盟主怪罪下来 你们有十条命都保不住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按顺序进去吧 哼 为何这大殿之中有着一股异常寒冷的气息 哼哼哼 冷死了 张盟主是想考验我们的耐寒能力吗 不会吧 如果是连内容仅仅是这样的话也太过简单了 大家都放松 不要提抗我的灵力叹长 若是被我选中 便可成为我的第六名弟子 即便没有选中 你们也可以从我这儿拿到一些奖励 毕竟大家已经通过了一关的讨厌 逍遥盟主不会亏待你们这些人才的 这声音听起来有些熟悉 应该就是张旭的声音 但他为何没有认出我来 而且 这声音之中也少了几分阳刚之气 难不成那日我杀死的 确实是张旭的本体 而张旭的身外化身 由于无法继续修炼灵壁 转而修炼起了其他的秘法 好冷了 好冷了 这个不错 我真是被选中了 我将要成为张盟主的第六名青川弟子 想不尽的荣法富贵正在等着我 很好 竟然有灵人能为我选中 当真出乎我的意料 你们这批新人竟然能给我带来这么大的惊喜 我的运气还真是弱弱啊 我 我也是 三人 竟然有三人 当真让我惊喜无比 其余人可以离开这里了 去外面领你们的奖励吧 你们三人既然都被我给选中 那就按照数据 一次成为我的第六 第七和第八名弟子吧 不过 在正式成为我的住门弟子前 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测试 放心 只不过是让你们稍稍吃些苦头而已 等你们通过了这个小测试 便可真正成为我的弟子 想继荣华富贵 还有测试 这家伙到底想要做什么 张旭这是把我们送到了哪里 似乎是一间密室 好冷啊 感觉这里比外面还要冷上好几倍啊 这些提升修为的丹药 你们可以随意取用 浮游的越多效果也就越好 只要能在这里存活一段时间 就算通过了我的测试 解释便会成为我的亲传弟子 这些都是我的 你们休想和我抢 怎么 怎么感觉更加寒冷了 这灯药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如此冰寒的气息 这东西难道是 错不了 这黑球之中 蕴含着非常强大的某种气息 除了某种气息之外 还有着异常强烈的阴寒之力 足足有着十天之内阴寒 这些灯药之力的百倍之举 对于灵力弟子而言 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失恋 别说是这两人了 哪怕是灵师境界的修饰 也很难承受 如此强大的阴寒之力 张旭应该很清楚 这些灵力弟子的承受能力 既然如此 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总而言之 还是先撑过这次失劣吧 不行 我必须坚持住 我一定要做盟主的亲传弟子 好冷啊 好饿啊 是来救救我 该死了 这家伙为什么能做到移动不动 一点力气都没了 我们 不会要死在这里吧 我感觉身体似乎没有那么冰寒了 莫非 这就是师尊对我们的真正考验 再吃点担药 我们很快就能通过这考验了 好吃 太好吃了 等等 你们 太好了 我们这算是通过考验了吧 我种已经在他们体内种下了 魔虫已经完全顿入到他们的丹田之中了 而且还在里面飞快地成长 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被魔虫给充斥 完全通话 我感觉现在身体好轻松 只是为何师尊还不出现 依旧只是每天送黑球来 这种日子到底什么时候结束 师尊肯定有自己的口量 我们只管吃就好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 傀儡每天依旧会带着黑球出现 这两人也每天都在吃着魔虫 身上的气息愈发浓烈 黑色的血丝 开始遍布全身 这魔虫的气息也太恐怖了 与当年张逍遥体内所驯养的魔虫 完全不同 是一种极为狂躁的裂魔之法 看来张逍并不是想用这些人 作为炉顶培养魔种 而是只把他们当作器具 也难怪张逍根本不在意 这些人的自制 我已经等得够久了 按照他的这种方法 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见到他本尊 你不就是想等魔种培育到极为能复的程度 才敢出现吗 那我就来帮帮你 谁要用凤凰精火来催化一下 如此浓烈的某种气息 恐怕你张逍不曾见过了 成功等到了 如此浓烈的气息 就是我一直在找的 过来坐下 我终于等到今天了 八个人齐了 没想到今年运气这么好 竟然一口气找到三个合适的 老夫终于可以离开这方静置了 这里是一处静置之地 难道说张逊也一直被困在这儿 等你离开这里 切莫忘了本尊交代给你的事 记住 你的生死就在我一念之间 总者放心 当初你资质低利 若是没有本尊助你 你岂能有今日 本来本尊的大事马上就要成了 没想到在最后 却被人给夺了魔种 那次一晚也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住在自己亲身骨肉体内的魔种 都会被人给夺走 当年夺你魔种之人 可是叫古云 正是 如今我留着他骨架 就是在等有一天古云回来 我定要他生不如死 不仅如此 更重要的是他当初夺走的那颗魔种 那才是关键 是 孙者 助我一笔之力吧 我要开始主角将他们炼化了 好 你 这 这是什么力量 可住手 把你收入混沌空间之中 你便无计可施了吧 是 是你 古云 你都干了什么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我来这里的目的 张盟主还猜不到吗 尊者 你把尊者弄到哪儿去了 你还是先担心一下你自己吧 告诉我想要的消息 否则就被我考虑神魂致死了 哈哈哈哈 我就算是死 你也休想藏我口中得到半点信息 居然选择神魂聚散 也算是罪有应得 不过我真正感兴趣的是那尊者 我倒要看看 那家伙究竟给张旭许诺了什么好处 这位小友 我已经感知到张旭神魂俱灭了 而你又不杀我 只是把我囚禁在此方天地 一定是有事情想要问我 既然如此 你就直接开口吧 你还挺识趣的 刚才你与张旭 谈到了罗宋国古家之事 告诉我 负责窥探古家的人在何处 修为如何 又与谁直接联系 原来如此 想必你便是那古云吧 既然张旭已死 那之前的一切布置也会随他而去 你全且放心好了 小友 你来都来了 只问这些就足够了吗 你就不想知道 我究竟给张旭许诺了是什么好处 哼 你以为你能蛊惑我 我自然不敢蛊惑你 我只是想与你交易 我想要那颗当年你夺取的魔种 哈哈哈 交易 你如今被困在此地 还能有什么筹码跟我交易 筹码我多的是 就怕小友不敢去取 凤凰本渊之灵 还有神王传扯 小友敢不敢取呢 骗鬼呢你 你若真有此两物 又何必再此与我交易 现在这两物虽然拨在我的手中 但是我有把握 能让你掌控几分 凭什么 就凭你的这一缕神魂 呵呵 就凭我是天外魔族 小友有所不知 魔族可不同于人族 妖族 妖兽 乃至古神诸族 魔族无想无形 生于浩宇 掌于浩宇 但我魔族必须依附于其他生灵而存在 所以我与张旭相识之后 一直对其造福 而张旭也因我而控制了整个南越国 我天外魔族的实力可不容小觑 看小友至小宏伟 若是能够与本尊做些交易 必定可以破开虚空 肥神浩宇 寻求无上的长生大道 哼 怎么合作是我说了算 由不得你 你 你要干什么 啊 你以为靠这点力量就能控制我 为你也太过天真了 不对 这不可能 连神族都无法压制住他本尊之位 你区区一个人类是如何做到的 这你就无需知道了 你要做的就是好好回答我的问题 别耍花样 否则 你 你心管问 方才你所说的 破开虚空 飞升浩宇 究竟要如何才能做到 小友要想破开这虚空 必须先将修为修炼到此方境界的极致 只有突破的灵尊境界之上 才能拥有破开这虚空的力量 突破灵尊境界 在灵尊境界之上 难道还有其他境界吗 突破灵尊境界之后 可以称之为化神境界 数百年前 老夫曾经遇到过一名资质绝佳之人 那时他只差一步就能达到化神境界 只可惜他在修炼古山之铁后肉身聚毁 自此便陨落于世间 听他的描述 能到达此等造化的 也只有那个人了 此人叫什么名字 此人自号神月 是人皆称他为神月老人 小友 此人的前车之剑 你可一定要引以为戒啊 果然是神月老神 只是没想到 神月老神的实力竟然会如此夸张 能够将天魔携带在身边 还没有被其所蛊惑 尊者 若是有朝一日 在下能闹达即将破开虚空之际 还望尊者出手助我一臂之力 你应该也在这方天地待够了吧 那是自然 又小友真到了成功的那一天 便将本尊扔的虚空之中即可 本尊对小友感激不尽 说起来这几人其实也并无过错 只可惜体内的魔种已经入体太深 什么方法也救不回来了 诶 刚才这里有这块黑石头吗 这是 传送阵法 这里又是什么地方 等等 这个人身上的气息 它是一名真正的古神族 为何会出现在这里